这个女孩拥有着绝世容颜 不仅是帝国唯一的公主 同时还是现任皇帝的姐姐 她就是卡依娜 然而她美丽的容颜 并不能让她拥有真正的权利 卡依娜帮助皇帝夺得皇位后 却被亲弟弟亲手杀死 这就是小说黑玫瑰的故事 卡依娜是美丽却愚蠢的恶毒女配 她的存在仿佛就是为了衬托女主 而女主角奥利维亚 则凭借自己的清纯和善良 俘获了一众男人的心 对此 卡依娜心中充满了嫉妒 后来的她被亲弟弟利用 试图将奥利维亚毒死 然而对方有着女主光环 这个计划以失败告终 遭到弟弟雷杰普背叛的卡依娜 最后下嫁给了残暴的吉利安子 就这样结束了悲态的一生 看完小说后的女孩非常同情卡依娜 或许是因为自己也有着和她一样的命运 被人当作提线木偶一般活着 面对公司那些龌龊至极的领导 她不想再任人摆布了 然而就在晚上 女孩被一个疯狂的男人 用刀刺入了身体缓缓倒下 她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结局 竟然也和恶女卡依娜如此相似 女孩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不知过了多久 女孩又睁开了眼睛 映入眼帘的人 还有房间 都是那么的陌生 而自己 竟然也安然无恙 此时她的床边站着一个金发男子 只见男人蹲了下来 牵起她的手亲吻了一下 卡依娜黄姐 你终于醒了 女孩懵了 这个人难道是雷杰普吗 那她岂不是变成了 女孩猛地起身 她跑到了镜子前 不敢置信地看着 镜子里面的那个人 分明就和小说里描写的卡依娜一模一样 诱人的红唇 大海般湛蓝的眼睛 金闪闪的头发 自己 竟然再次成为了卡依娜 这个女孩前世备受欺辱 死后穿越近一本小说成为公主 她有着金色的头发 蓝宝石般的眼睛 却依然无法改变悲惨的命运 在小说中 公主扶持自己的亲弟弟雷杰普上位 最后却被她亲手杀死 这天 刚刚重生的卡依娜正坐在床上思考人生 侍女急急忙忙端来了一盆水 表示因为中毒 卡依娜的脸色很不好 所以需要重新梳妆打扮 卡依娜陷入了沉思 我中毒了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突然 她感到身体开始刺痛起来 刹那间 无数的记忆朝卡依娜涌来 只见卡依娜在宴会上喝下了毒酒 接着便吐血晕倒 这些全都是卡依娜的记忆 难道自己的重生跟这件事有关吗 原来我会被卡依娜这个角色吸引 是因为她是我的第一世 而现代世界是我的第二世 自己遇刺后 应该已经死了 可我是怎么回到这一世的呢 这时 侍女见卡依娜很不舒服 询问需不需要叫医生过来 卡依娜吩咐侍女退下就好 侍女松了口气 还以为这一次会被责怪没有服侍好 而遭到狠狠的训斥鞭打呢 难道是因为公主受了刺激吗 总感觉比之前安静了很多 卡依娜沉浸在思绪中 她任由侍女梳妆打扮 没想到死里逃生后的第一件事 竟然是整理仪容 这就是公主的使命吗 真是太可笑了 只用当一个美丽的花瓶 可这其实一点用也没有 毕竟上一世的卡依娜 拥有着绝世容颜却还是死掉了 卡依娜想着想着笑出了声 这一世 我绝不允许自己再次重蹈覆辙 在第二世里读过了这本小说 肯定会对我有所帮助的 再加上已经逐渐恢复的记忆 卡依娜明白自己 现在回来的时间不算晚 因为父皇还活着 也就意味着 现在还有牵制雷杰普的方法 不过 留给自己的时间也不多了 我必须要在雷杰普登基之前 离开这里 而这唯一的办法就是结婚 我可不能再嫁给上一世的那个疯子 一定要找一个容易掌控的男人 但是要到哪去找一个 可爱 文静又不会囚禁自己的男人呢 首先 要避开雷杰普的耳目 找出逃跑的办法 就在这时 雷杰普忽然来求见 卡依娜微微一笑 来得可真巧啊 这个绝美的女孩是皇宫中的花瓶 漂亮却毫无权力 她的结局是被亲弟弟雷杰普亲手杀死 雷杰普是帝国的下一任皇帝 小说中的男二号 也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 虽然有着天使般的面孔 性格却极其暴力 而且还是负夺位 真是个不孝子 因为她从小就没有得到不负爱 所以长大后就成了暴君 说到底 她只不过是一个渴望被关怀的可怜孩子罢了 面对雷杰普的关心 卡依娜只是敷衍地说自己没事 这下雷杰普着急了 卡依娜怎么会这么淡定 自己居然有些看不透她了 雷杰普往床上一坐 卡依娜淡淡地说道 你应该很忙吧 其实你没必要来看我的 雷杰普表面上客套着 内心却很慌 按道理 卡依娜应该气急败坏地让自己揪出凶手才对 为什么这次居然不按套路出牌 之前的她总是很过躁 习惯把内心的想法写在脸上 但现在 自己竟然有些看不透她了 雷杰普猛地起身 应该是自己想多了吧 因为卡依娜就是一个 除了漂亮 一无是处地提现木偶 她在卡依娜耳边轻轻说道 我一定会抓住毒害姐姐的凶手 并让她付出惨痛的代价 而此时的卡依娜微微一笑 现在自己已经看透她了 在她的眼里 自己真的就只是一颗 帮助她坐上皇位的棋子 她一把推开雷杰普 表示不用再追查凶手了 雷杰普瞪大了眼睛 激动地大喊 为什么 你可是差点被害死啊 卡依娜冷静地说 没错 我的确差点被害死 她瞥了一眼雷杰普 心里可清楚了 差点害死我的人 不就是你妈雷杰普 我亲爱的好弟弟 见她不说话 雷杰普着急询问 姐姐难道是担心被报复吗 你不用担心 我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卡依娜摇了摇头 她对雷杰普下一步的计划 可是清清楚楚 她指控谁为凶手最好了 应该是那个疯狂追求自己的吉利安少爷吧 她是基德雷公爵家族的家臣 借此机会顺便对她的家族赶尽杀绝 雷杰普就是想削弱基德雷家族的势力 所以才自导自演了 这一出贼喊捉贼的戏码 但是这个计划最终泡汤了 在黑市购买的毒药记录可以随意更改 这种证据完全没有说服力 雷杰普继续追问 你不让我继续追查 难道是因为艾文基德雷吗 卡依娜愣了一下 虽然艾文是自己的初恋兼暗恋对象 但这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她耐心解释道 我这样做是因为 我的外祖父哈梅尔伯爵家族 插手了黑市的事物 她是帝国最尊贵的公主 然而却被弟弟利用后惨死 这一世的她不愿再做提线木偶 而是要做掌控全局的恶女 见雷杰普想要甩锅给基雷德家族 卡依娜阻止了她 并解释道 我这样做是因为 我的外祖父哈梅尔伯爵家族 插手了黑市的事物 基雷德家族不会眼睁睁 看着自己的家臣惨遭灭门 他们会查出哈梅尔家族 利用黑市转移皇帝的财产 皇帝定会言成哈梅尔家族 如果让雷基德家族知道 你是故意陷害他们 你反而会陷入困境 所以卡依娜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 哈梅尔家族要是没落了 她的处境会更困难 卡依娜继续说道 不要把公爵家族拉下马 而是要拉入你的阵营 雷杰普不敢相信 她什么时候变得那么聪明 卡依娜看向雷杰普 趁此机会 我想要找一个信得过的是你 你觉得奥利维亚怎么样 雷杰普询问道 是基德雷家族 直接资助的那位小姐吗 卡依娜她到底想干什么 她之前明明很讨厌那位小姐 然而卡依娜清楚地知道 奥利维亚是小说中的女主角 也是让雷杰普坠入爱河的女人 这一次雷杰普也会想得到她的 日后当她选择雷杰普时 雷杰普很可能会对她起杀心 雷杰普不信邪又问了一遍 卡依娜坚定自己的选择 毕竟我不能总由着自己的性子做事 雷杰普盯着卡依娜 你到底想干什么 卡依娜看着雷杰普 随后走下了床 她跪在雷杰普的面前 亲吻着她的手 我敬爱的王 这让雷杰普忽然觉得很害羞 她想扶起卡依娜 卡依娜低沉地说道 我只有你了 雷杰普 你是我的弟弟 也是我唯一的家人 这句话 卡依娜对她说过很多次 雷杰普拍开她的手 真是够了 她一定是疯了 雷杰普握紧拳头反问道 你到底打得什么算盘 卡依娜却反问道 你相信我吗 你真的把我当作你的姐姐吗 如果我没有了利用价值 你会怎么对我 答案显而易见 你会把我当作联姻工具 送给某个贵族获取利益 只希望我嫁的人 不是疯子 也不会杀害我 如果她再次嫁给吉利安 也许还会被囚禁 最后难逃惨死结局 卡依娜一步步走近她 我很清楚自己的处境 也清楚地知道你需要我的帮助 她想要活出真正的自我 她想要的是自由 雷杰普放声大笑 你要放弃自己的荣华富贵吗 卡依娜缓缓说道 给我自己选择结婚的对象 这个就是我想要的自由 而我可以帮你做上皇位 虽然没有我的帮助 你也能做上皇位 但你的权利会被分走一部分 比如担任谋士职位的梅文斯家族 雷杰普说道 你的意思是要当我的谋士吗 卡依娜撩了撩头发 我知道你并不信任我 但你仔细想想 然而话还没说完 卡依娜感到一阵眩晕 接着便晕死了过去 雷杰普抱住晕倒的卡依娜 她的身体这么疼 她大喊着晕音 就在此时卡依娜伸出了手 抚摸着雷杰普的脸庞 雷杰普真是个善良的孩子 她是心狠手辣的皇太子 利用完亲姐姐之后 可以毫不留情地把她毁掉 然而现在的她却怀疑人生了 雷杰普漫不经心地吩咐侍从 重新调查一下卡依娜中毒的事 在没落贵族里挑选几个愿意背锅的 还有要加强对公主的监视 并且要把她的一举一动禀告给我 再去调查一下奥利维亚的事情 侍从很疑惑 她还是第一次见雷杰普这么魂不守舍 但她还是一言不发地退下 雷杰普闭上眼睛沉思着 一直以来她都以为 是她把卡依娜玩弄于鼓掌之中 到头来却是她被卡依娜耍了 不可能 她怎么会那么聪明 难道是有人指点她了吗 是哈梅尔伯爵家族吗 他们没理由这么做 帕亚帝国目前有三位继承人人选 分别是雷杰普 卡依娜以及伊斯特海因里希 海因里希家族因为有着先皇情人的血统 不属于嫡系一脉 所以之前并没有继承皇位的资格 再加上家族世代相传有不治之者 所以海因里希家族一直都不受重视 某天 一个地方贵族带领着一方势力强势登场 他就是大公的养子 伊斯特海因里希 他的出现让整个国家势力划分发生了变化 他把皇帝的情妇凯特林抓为人质 要求皇帝承认自己家族的嫡系血统 并且给予他皇室继承权 雷杰普原本是想利用卡依娜去牵制伊斯特的 但他现在的眼神不在空洞 而是充满了不屑与智慧 卡依娜自己该拿他怎么办 室内正在梳妆的卡依娜得知下毒的凶手被找到了 雷杰普果然听从了他的意见 此后的半个月 他一边调养身体 一边为了消除雷杰普的戒心 乖乖地待在宫中 因为雷杰普抓到了凶手 导致海因里希大公 在这场皇位之争中处于下风 他为了阻挠雷杰普获得民众支持 决定转移民众们的注意力 所以八卦报纸上多了很多卡依娜的报道 在他的推波助栏下 有关卡依娜公主美貌的传闻愈演愈烈 人们都说他拥有举世无双的美貌 同时还是怀抱独次的玫瑰 她是帝国第一美女 上一世头脑简单被人利用 所以这一世 他决定要自己掌控全局 此时 侍女帮卡依娜梳理着头发 贵族们都很期待您的成人 您很快就要拥有自己的未婚服了 您希望对方是基德雷少爷吗 卡依娜清楚 周围很多人都是雷杰普派来监视他的 自己所说的话一定会传到他的耳朵 而且也会传到皇帝的耳朵 卡依娜缓缓说道 父亲不同意这门婚事 我想我们是没有可能了 如果基德雷成为驸马 可能会打破皇室与贵族之间的权力之合 侍女猛被遗政 一向愚蠢的公主竟然会说出这种话 皇帝和基德雷家族关系不合 已然是公开的秘密 不过关系不合的原因却不得而知 在这种局势下 如果公主质疑要嫁给基德雷的话 陛下肯定会很头疼的 侍女劝道 如果您和陛下好好说一说 她说不定会同意的 卡依娜却清楚得很 就算父亲同意了 那她也绝对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打压基德雷家族的气势吧 卡依娜起身离开 我一直没明白父亲的身影 一心只想着儿女私情 身为公主没有尽好应尽的本分 不过现在纠正之前犯的错还不算晚 很快 卡依娜的成人礼宴会就要到了 宫里从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 因此卡依娜的礼服也早已制作完成 看着美丽的卡依娜 侍女们赞不绝口 这些张口就来得赞美 应该是卡依娜之前最喜欢听到的话吧 侍女贝拉发现 公主以前最喜欢听这些赞美了 现在却一点反应也没有 公主中毒之后性情大变 其他人都以为公主只是变文静了 只有她知道 现在的公主绝对不容小觑 而此刻的卡依娜也正盯着贝拉 她聪明机灵有野心 还会察言观色 贝拉是众多侍女中 唯一一个可以为自己使用的人 公主府的侍女 都是雷杰普护庸的权贵家的女儿 为了获得皇子的青睐 他们会轻易背叛卡依娜 至于贝拉 已经给了她机会 究竟会不会选择投靠自己呢 为了不被人摆布 卡依娜知道必须拥有自己的势力 之前的她一无所有 只是个提线抹罢了 当初她天真的以为那些权力是属于自己的 然而那都是错觉 现在的她彻底醒悟了 她不会再从一个地方跌倒两次 她要活出自己的人生 卡依娜看向侍女们 你们准备一下 我要去拜见皇帝陛下 她身中剧毒刚刚苏醒 明明知道是亲弟弟对自己下毒 面对老父亲 她却洋溢着灿烂的微笑 表示自己不会责怪弟弟 因为卡依娜明白 前世的父亲对自己的不懂事失望透底 这样一对妇女 感情疏远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所以为了挽回 卡依娜只能装出一副顺从懂事的样子 不出所料 皇帝感到非常震惊 她怎么也没想到 卡依娜知道下毒的是雷杰普 却还是站在弟弟那边 接着便提到再过几天 就是卡依娜的成人理了 是时候要给她物色一个夫婿 一提到夫婿的话题 卡依娜总会习惯性地想起艾文 反正她不会成为自己的另一半 自己需要的只是她的权利而已 卡依娜乖巧地表示 这件事任凭父亲安排 毕竟自己是一国的公主 不可以感情用事 皇帝原本还很疑惑 毕竟卡依娜之前 总嚷嚷着要嫁给艾文 听完卡依娜的话后 皇帝很惊讶 她竟变得如此乖巧懂事 那么作为老父亲也不能草草了事 皇帝当即表示自己会 为她物色好夫婿的 卡依娜离开后 皇帝喜笑颜开 她现在变得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竟然会偏袒弟弟了 而且不再执着于艾文 还真是让人意外呀 她难道真的不喜欢艾文了吗 艾文基德雷有着家族标志的黑发 以及血红色的双眸 她从小在战场上磨练出来的铁血气质 更是让城中的少女心神荡漾 看着面前的艾文 卡依娜不得不承认 她确实很有魅力 接着卡依娜缓缓开口道 记得雷大人好久不见 艾文有些惊讶 她怎么对自己如此生疏了 卡依娜询问她是不是来拜见皇帝陛下 接着旁边的人群骚动起来 陛下说自己在午休却接待了公主殿下 这明摆着亮着他们呢 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艾文只能表示自己先行告退了 然而在与卡依娜擦肩而过的一瞬间 卡依娜红唇亲起 我知道你为什么来找皇帝陛下 我也许能帮到你 要是有时间的话不如一起喝杯茶吧 艾文转过头打量着卡依娜 就算她知道又能怎么解决呢 而且她现在的样子一点 也不像是以前的花痴公主 更像是一位沉着冷静的谈判家 她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 运筹帷幄的淡定 艾文转过身来 能和您喝茶是沉的荣幸 原本看到帅哥就放花痴 还非喜欢知人不嫁的公主 如今却忽然成了一心搞事业的女人 侍女们望着窗内的艾尔一阵感叹 公爵大人真是英俊啊 说着还要去把卡依娜最华丽的礼服拿过来 想要把公主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然而卡依娜却拒绝了 她不需要精心打扮 怎么舒服怎么来就好 一会后门缓缓打开 艾文被眼前的一幕惊念叨 卡依娜之前总是会打扮得很华丽 从未像今天这般肃进国 她既没有盛装打扮 也没有扭捏做胎子 反而给人一种高贵典雅的感觉 不过艾文告诉自己 不管她发生了什么变化 都与自己无关 就在这时卡依娜开口了 那我们来聊一聊你的婚事吧 关于我为什么知道你因为婚事困扰 这个很好猜 毕竟你可是帝国最高军事家族的继承人 但是你似乎很讨厌结婚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感觉 卡依娜盯着艾文 千万不能让她发现自己知道她有洁癖 因为小说里只有她本人和亲信知道这件事 卡依娜继续说道 你如果想得到家臣的认可吸成爵位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结婚 不然就得向他们证明你的能力 你想从陛下手中接过军权 以此来证明你的能力不是吗 卡依娜知道艾文的父母正在进行离婚诉讼 她的父亲来奥入坠后却出轨了 而她的母亲早已知晓此事 她打算儿子继承爵位之后就赶走上了 没想到事情出现了问题 城中谣言四起 说艾文的性取向有问题 因此家臣们反对她继承爵位 一个23岁血气方刚的青年 竟然连女生的手都没牵过 也难怪大家会起义 但其实事情的真相是 艾文患有洁癖症 这是一种严重的心理疾病 她无法与别人亲密接触 一旦接触便会感到强烈的心理不适 她的母亲并不知道真相 还在一直给她物色结婚对象 而艾文则想通过证明自己的能力 来获取公爵之位 艾文询问道 我的婚事你要怎么解决呢 你敢相信吗 眼前这个23岁的帅气男人 竟然都没牵过女孩的手 而原因竟是因为自己有洁癖 这件事只有她自己和亲信知道 然而面前的这个女人对她却了如指掌 卡依娜命人将茶道上 还嘱咐其茶泡的浓乳 再加上牛奶和白糖 面对艾文疑惑的神情 卡依娜解释道 这是我常喝的一种特制茶饮 工作繁忙没空吃饭的时候 喝一杯可以缓解饥饿 说着就给她逼了过去 表示她也可以尝一下 艾文想起了之前 卡依娜经常给自己准备礼物 或许这也是其中之一吧 接着她清明了一口 然而却意外地感到很好喝 这让她不禁赞叹出声 而且还表示想要再来一杯 卡依娜微微一笑 你喜欢就好 我还担心不喝你的口味呢 艾文看着眼前的茶杯 忽然觉得这种感觉很陌生 她第一次体会到了喜欢的感觉 卡依娜进入正题 现在该聊聊艾文的未婚妻候补人选了 离开皇宫后 艾尔静止回到了家中 没想到母亲却在等着她 艾文头疼地捂着头 然后吩咐女佣去泡茶 接着还不忘提醒其中一杯泡的农意 另外再加上牛奶和白糖 看着母亲疑惑的眼神 艾文表示这是自己今天才喜欢上的喝法 而一旁的母亲也开门见山道 这是我为你挑选的结婚对象 这位是艾凡伯爵家族的百杀小姐 她弹得一首好钢琴还会刺绣 然而艾文看着画像却想起了卡依娜的话 但是她运血 恐怕无法胜任军事家族的主母之位 最重要的是伯爵欠了一屁股债 马上就会被其他家族吞并 接着是丽塔小姐 她的知识和能力不足以领导一个大家族 最关键她有癫狂症 虽然隐藏得很好 但不久之后便会被发现 最后一位则是奥利维亚小姐 她容貌美丽性格刚毅 很适合你 还有希望你不要忘记 你们俩的姻缘是我极力促成的 艾文回忆完脸都黑了 她这样撮合究竟是为了什么 她上一世花痴帅哥非她不嫁 这一世的她却淡然一笑 甚至还给帅哥介绍起了未婚妻 艾文想不通 卡依娜不可能提前跟母亲商议过这些事 自己怎么有一种被绕进去的感觉呢 其实理性地思考一下母亲的话并没有错 自己的确需要一位妻子一起管理家族 但是在爱人耳边温柔地诉说着爱语 以及亲密地抚摸着爱人的脸庞 这些她都做不到 艾文态度强硬地说道 我已经说过很多遍 我不会结婚的 然而母亲也很愤怒 这件事关系到整个家族的容忍 不是说不解就可以不解的 艾文皱紧眉头 这件事越想越不对劲 卡依娜在这个时候和我讨论这件事 绝对不是巧合 她到底在谋划什么 我一定要再去见她一面 豪华的宫殿里 桌子上摆放着精致的点心 几个侍女吵吵闹闹的 大家快来尝尝这次新来的点心 之前因为太贵根本吃不到 最近脱了公主的服 想吃多少吃多少 公主殿下中毒醒来之后 忽然变得特别温柔 即使我们服饰不周也不会发火 就算犯了错公主也会原谅我们 我们是不是应该感谢那个下毒的人啊 丽迪亚心里暗自嘲讽 没想到卡依娜变得这么好气负 就在这时被拉来了 你身为公主殿下的侍女 不去打扫寝室还在这里闲聊 然而丽迪亚不以为然 公主殿下都没有指责我 你凭什么说我呀 虽然我现在干的是侍女的活 但你别忘了 我可是本泽曼家族尊贵的大小姐 而且严格地说 雇佣我们的是雷杰普殿下 而不是卡依娜殿下 你最近很嚣张啊 仗着卡依娜殿下重用你 你就目中无人了是吗 反正雷杰普殿下会给我们撑腰的 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牵制卡依娜殿下 所以我们只需要让雷杰普殿下满意就行了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真是不知天高地后 说完便带领着人走了 贝拉看着他们的背影握紧了拳头 真是一帮蠢货 你见过这么目中无人的侍女吗 不仅偷懒不干活 还在背地里嘲笑公主 之后还教训了公主的贴身侍女 贝拉只觉得这群人是一帮蠢货 自己之前竟然还想加入他们 看来要打起精神来了 公主殿下是绝对不会忍受失误的 公主府的侍女都在觊觎着皇子妃的位置 雷杰普是帝国唯一的皇子 她有着英俊潇洒的外表以及诱人的嗓音 在她高贵身份的映衬下 人们自然会忽略她性格上的缺点 这些贵族小姐们都天真的以为 可以用自己的爱改变她冷漠暴力的性格 这简直就是在痴人说梦 贝拉想做的 只有证明自己的价值 谁能认可她的价值 她就忠诚于谁 房间里的卡伊娜合上了书本 按照贝拉的性格 她是不会和那群人同流合污的 果不其然贝拉回来了 卡伊娜对此很满意 站在强者的身后 是个很明智的选择 正因为这个选择被拉救了自己一命 以及安妮 也是个聪明的孩子 卡伊娜大方地将装满钱的袋子赏给了他们 傲慢无礼霸道蛮横的莉迪亚 在第一世就把卡伊娜的一举一动 全部报告给了雷杰普 最后还是落得了个被处死的下场 真是愚蠢至极 愚蠢的莉迪亚 只有尽快离开这个如同地狱般的宫殿 才能改变你被处死的结局 埃文和奥利维亚的婚事 是整本小说故事的开始 目前埃文的婚事已经被提上行程 相信他们很快就会见面了 卡伊娜拿出了一张纸 在这之前她要办一件事 那就是把奥利维亚变成自己的人 奥利维亚的家族是基德雷公爵家族忠诚的家臣 如果奥利维亚奉的是埃文的死对头 雷杰普的命令入宫 那么她的家族和基德雷家族之间难免会产生嫌隙 这样的话 俩人的婚事很有可能会受到影响 所以不能让她奉雷杰普之命进宫 而是要奉皇帝之命进宫 就算基德雷家族再怎么不愿意 也不能违抗皇令 卡伊娜缓缓说道 安妮 你去一趟位于劳朗斯大街的玛丽特沙龙 把这封信交给一个人 就在这时侍女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她表示雷杰普正在大发雷霆 屋子里能摔的东西都摔了 卡伊娜立马开口 走 去皇子府 前一秒还暴躁如雷的皇太子 下一秒竟然将皇姐抱了起来 还成了温顺小奶狗 就在不久前 雷杰普在房间里大发雷霆 不知天刀地厚的东西 这群该死的白眼狼 我给了他们多少好处 竟然为了区区几座矿山就背叛我 还说我是私生子 我可是帝国唯一的皇子 他算了什么东西 我才是正统的皇族 等我当上了皇帝 我要把他们全都处死 就在这时卡伊娜来了 房间都乱成这个样子了 你们还不赶紧打扫 要是不小心伤到皇族 你们谁来负责 一旁的侍卫惊讶了 公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危险了 雷杰普看着卡伊娜 严肃地让她不要过来 然而卡伊娜并没有停住脚 反而更加快速地走向她 雷杰普咬牙切齿 我说了让你别过来 可下一秒 卡伊娜的手就轻抚了上去 可是我不来的话 你就是孤身一人了 你要记住 我一直都在你身边 你看都受伤了 很疼吧 这么帅气的脸要是留疤了怎么办 雷杰普睁大了眼睛 他感受到了无尽的温柔 接着他伸出手 将卡伊娜公主抱了起来 黄姐 我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你用不着这样哄我 卡伊娜听完后灿烂地笑了起来 怎么样 现在心情好点了吗 接着再次伸出手 抚摸着他的伤口 雷杰普没有抗拒 而是闭上眼睛享受这片刻的宁静 现在的他感觉好多了 房间里 卡伊那位雷杰普包扎好了伤口 接着他温柔地说道 比起我自己 你脸上的伤更让我心疼 偏偏划伤了脸 你可是帝国的门面啊 雷杰普偏过头去 对不起黄姐 我听到那个消息之后 忍不住就这样了 卡伊娜知道 应该是李希又把他的人抢走了 因为血统问题 他一直很讨厌别人将他与李希比较 他虽然性格暴力 但内心却还是个小孩子 他现在正是需要亲人疼爱的年纪 不遑对雷杰普莫不关心 能关心他的也就只有卡伊娜了 所以卡伊娜决定 自己要用爱和包容来感化他 前世被亲弟弟亲手杀死 这一世他决心要用爱和包容感化弟弟 卡伊娜安慰着雷杰普 你不用担心 一切包在姐姐的身上 很多贵族都在等着参加我的成年里 父皇已经同意我自己来挑选夫婿了 过不了多久贵族们就会知道这个消息 到时候他们肯定会想 只要利用好这个愚蠢的公主 我就可以坐上皇帝的宝座了 但是很可惜 我会在成人里那天病倒 然后就由你接待他们 让他们加入你的阵营 雷杰普明白了 这样就可以从李希手里 夺回那些合作伙伴们了 可是这需要卡伊娜的牺牲 他怎么会同意和其他人结婚呢 卡伊娜之前不是很喜欢艾文吗 还说非艾文不嫁 卡伊娜知道雷杰普在担心什么 他表示自己之前的确想要得到艾文 但是谁能保证这份感情能永远不变呢 自己甚至怀疑 当初是否真心爱他了 这个世界上没有永恒的爱情 再热烈的爱情 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变淡的 殿会上 贵族小姐们议论纷纷 听说基德雷家族要了很多贵族小姐的画像 公主难道没什么反应吗 难道那个传言是真的 公主殿下对艾文真的死心了吗 那么也就是说 奥利维亚也有可能会成为艾文夫人了 毕竟她的画像也被送进了公爵府 一旁的奥利维亚思索着 自己以前根本没资格来这种场合 就因为画像被送去了公爵府 各种邀约也分之踏来 贵族小姐捂着嘴笑了起来 奥利维亚小姐可是好事将近了 你最近应该很开心吧 公主殿下平时那么嚣张 如果这次婚事定下来了 刚好可以杀杀她的气焰 你的家境本来就很贫寒 如果想要养活弟弟妹妹 你身为长女 必须要嫁个好人家才行 然而奥利维亚只是微微一笑 是吗 我怎么不知道我好事要将近了 其他贵族小姐动荡了去 她这是什么反应啊 奥利维亚思索着 看来自己被选为公主府 侍女的消息还没有被传开 只是公主明明这么讨厌自己 为什么要让自己进宫呢 这个时间点真是太巧合了 雷杰普刚下令让她进宫服侍公主 后脚她的画像就被公爵府要走了 难道公主是早就知道 自己会被要走画像 所以才让自己进宫的吗 而奥利维亚也明白这其中的厉害关系 如果遵从雷杰普的命令进宫 肯定会和基德雷家族产生嫌隙 搞不好外人还会以为 雷杰普和艾文联手了 他们到底在打什么算盘 公主侍女可是一等职位 为什么要平白无故给她这个职位呢 就在这时被拉来了 您是奥利维亚小姐吗 我家主人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 你相信天上会掉馅饼吗 她的画像不仅被公爵府选住 还被提拔为公主的侍女 不仅如此还收到了神秘人的来信 奥利维亚很是蒙圈 怎么会有人莫名其妙给自己信呢 而且信封上没有任何标识 很明显那个人是想掩饰身份 奥利维亚反问道 我都不知道这是谁写的 为什么要打开呢 贝拉微微一笑 主人说的果然没错 如果奥利维亚小姐这样反问你 你就说 聪明的奥利维亚 你应该对最近发生的事情感到很困惑吧 这封信也许会为你打一解惑 这样你就可以做出明智的选择了 奥利维亚缓缓打开信件 来见人果然是卡依娜公主 信中这样说道 现在的状况也许会让你觉得很苦恼 但是目前你能做的就是安心等待 不要太过招摇 要低调行事 这样对你以及家族都好 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人下达另一条命令 期待与你相见的那一天 奥利维亚沉思起来 还有其他命令吗 难道是圣旨吗 公主到底想干什么 皇宫里 卡依娜再次拒绝了艾文的见面邀请 这好像已经是第五次了吧 拒绝了艾文后 卡依娜询问雷杰普在哪里 安妮表示雷杰普正在接见艾布特伯爵 卡依娜回想了一下 艾布特伯爵 就是那个有蓝宝石矿山的人吧 雷杰普 利用好我为你准备的机会吧 抓紧时间让他们加入你的阵营 就在这时安妮询问道 公主你想去哪里呢 卡依娜表示自己要去亲手做点心给雷杰普 安妮惊呆了 什么 你要亲自做吗 厨房里 卡依娜一气喝成 很快就做好了甜点 自己在第二室里可是经常下厨的 更何况母亲还是面包师 这件事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卡依娜还为庸人们做了一份 毕竟大家也都很辛苦 卡依娜接着询问大家 有谁愿意去送给雷杰普 毕竟这种事应该很多侍女抢的做才对 果不其然 利迪亚听完后第一个答应 然而再碰到甜点的下一秒便直呼好她 还把甜点丢开了 而卡依娜的手竟然被烫到了 你见过这么温柔的公主吗 被侍女烫伤却还怪自己不小心 还安慰了受惊的侍女 就在刚刚 侍女利迪亚因为自己的失误 竟然烫伤了公主卡依娜 她立刻跪了下来请求原谅 贝拉生气地指责道 你是不想活了吧 弄伤公主的身体这可是死罪 然而卡依娜不但没生气 反而觉得是自己的错 都是我自己不小心 我应该提醒一下她 等凉了再去端的 这也只是轻微的烫伤而已 利迪亚你被吓到了吧 大家都快回去休息吧 侍女们都退下之后 贝拉捂着脑袋叹息 公主殿下您就这样放过她了吗 她那种人是不会反省自己的错误的 您应该抓住这次机会 狠狠地教训她一顿才是 然而卡依娜有着自己的打算 贝拉你应该知道 我这么大度地原谅她 并不是因为我善良吧 你跟在我身边这么久 应该很了解我的为人太队啊 你去把甜点端给雷杰普吧 贝拉行李退下 她知道 这也是一个考验 皇子府里 看着卡依娜亲手做的苹果派 雷杰普张大了嘴巴 这是黄姐亲手做的吗 外表看着很美观 闻起来也很香 雷杰普打量了一会后 毫不犹豫地吃了下去 这把一旁的侍从吓了一条 谁知道公主会不会往里面下毒呢 然而雷杰普却笑了 味道香甜可口 而且还有股淡淡的清香 得知那股香味来自贵皮粉后 雷杰普第一次知道 自己竟然喜欢贵皮的味道 而且卡依娜竟然还有这种本事 最神奇的是 这份苹果派竟然减轻了雷杰普的疲劳感 她已经好久都没有这么悠闲地喝过下午茶了 现在的她很想和卡依娜一起分享 然而贝拉却告诉她 卡依娜刚刚受伤了 雷杰普眼色一灵 黄姐竟然受伤了 她大步往公主府赶去 一把便推开了门 她打量着室内 华丽的装饰和昂贵的茶 以及黄姐经常用的香水 侍女竟然能享受如此待遇 真是胆大包天 雷杰普缓缓说道 人难免会犯错 有时候也会做出一些错误的选择 但是 我最讨厌没有自知之明的人 雷杰普从小为了活下去 不断地证明着自己的价值 否则父亲就会让她消失 这一幕真是大快人心 温柔公主宽容待人 侍女们却开始有恃无恐起来 然而黄太子可不是什么善差 她抓住了丽迪亚的肩膀 宛如地狱来的罗刹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哪个侍女敢把公主烫伤的 你还真是胆大包天啊 丽迪亚瑟瑟瑟发抖不断求饶 殿下求您饶了我吧 我不是故意的 公主说了她伤得不严重 这番话无疑刺激到了雷杰普 仗着黄姐待人宽厚 你们这群下人就敢蹬鼻子上脸了是吗 非得把你的胳膊给剁了 你才知道你错在哪里了吗 来人把她的胳膊给剁了 一旁的侍从头疼地捂着脑袋 如此狂躁的雷杰普 根本没有人能拦得住她 然而下一秒她就被啪啪打脸了 凯依娜温柔地上前阻止 别这样 看到你这么担心我 我真的很感动 早知道你会这么生气 我就亲自惩罚她了 雷杰普小声地说道 谋害公主可是死罪 她一个小小的侍女 竟然敢挑战皇室的权威 你要是同意的话 我可以立刻处死她 然而凯依娜还在解释 她只是一时不小心 好了别生气了 和姐姐一起去喝杯茶吧 你刚刚发火的样子特别可怕 雷杰普有些担忧 刚刚吓到你了吗 凯依娜微笑着 当然没有了 眼前的雷杰普 让她想起了那个牵着她的手 和她一起在宫里玩耍的儿时的雷杰普 凯依娜从未感受过亲情的温暖 在第一世受尽皇帝的冷落 被雷杰普利用后惨遭抛弃 可凯依娜觉得 她毕竟是自己的弟弟 她的性格也并非一出生就这么扭曲 她是因为从小受到父皇的压迫和漠视 从未感受到任何的温暖和爱 才会变成这样 在这座皇宫里她无依无靠 还有很多人嘲讽她是私生子 可想而知她有多孤独 如果我给予她足够的爱和关心 她一定会有所改变的 凯依娜温柔地询问道 我做的苹果拍好吃吗 雷杰普夸赞道 我特别喜欢 感觉比宫里的厨师做的还好吃 卡依娜听完后立刻命令侍女 将剩下的苹果派拿去医院 自己要和雷杰普一起吃 卡依娜知道 用爱关心感化雷杰普 是她的任务之一 她摸了摸雷杰普的头 雷杰普真乖 上一世的她成为了弟弟的提线魔王 被利用后惨遭杀害 然而这一世重生的她 却要用亲情来感化弟弟 这到底是不是个正确的选择呢 卡依娜温柔地抚摸着雷杰普的头 还不停地称赞着雷杰普 雷杰普猛然一正 从小到大 自己为皇室做过了很多事 但从未有人这样称赞过她 无论是成功报复了自己的死对头理性 还是用尽计谋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都比不过姐姐的一句夸奖 雷杰普亲吻着卡依娜的手 没想到卡依娜还有这么温柔的一面 她微笑着 黄姐在我身边 我觉得好幸福 现在的黄姐已经不是玩偶了 而是她温柔而美丽的姐姐 也是在皇宫里唯一的亲人 卡依娜灿烂一笑 雷杰普 你的嘴巴越来越甜了 大家看着俩人离开的背影 简直惊呆了 公主竟然这么轻易地安抚好了皇子殿下 一旁的侍从眉头一皱 连皇帝陛下都管不了皇子的暴脾气 卡依娜公主居然有如此手段 马上就让雷杰普安静了下来 雷杰普虽然性格暴躁 但是自己选择跟随她 就是因为她比李希更容易控制 她倒是希望 雷杰普会一直傲慢自大下去 看来自己以后要多提防一下凯依娜了 房间里 皇帝询问凯依娜的伤好的怎么样了 凯依娜微笑着表示自己好多了 雷杰普还经常来帮她换样呢 皇帝则表示除掉一个 小小的本泽曼家族 根本不是什么大事 而凯依娜知道 如果自己真的处罚了利迪亚的家族 皇帝反而会指责她吧 所以她只能装作一副善解人意的样子 表示没关系 皇帝提醒道 你要知道一个好的下属能帮你做很多事 凯依娜顺势提出了自己想要招侍女的想法 我想找几个熟悉最近首都流行趋势的侍女 我打算把俗期老旧的礼服都换掉 再买些珠宝 现在的凯依娜 正在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 做一个讨父亲喜欢的可爱女儿 就在这世皇帝的管家路德说道 需要为凯依娜公主寻找一个年长女伴 这一般都是由儒母来担任 然而凯依娜的儒母很早之前就被送出宫了 皇帝这次决定 把其再召回来 凯依娜很开心 科洛如母对她来说 就像是母亲般的存在 看来这次自己还有意外收获呀 走出了皇帝房间的凯依娜顿着 因为在她面前站着的 是被自己拒绝了五次的哀文 她怎么也没想到 被自己拒绝了五次的男人 为了和自己见面竟然直接闯进了皇宫 不仅如此还收到了天价礼物 凯依娜看着面前的礼物有些震惊 这就是传闻中只能通过拍卖才能买到的红茶吗 听说这种红茶千金难求 凯依娜微笑起来 今天天气不错 不如一起去散散步吧 艾文听完后立刻握住了凯依娜的手 还表示自己愿意当她的护卫 然而凯依娜却没有揭察 而是拒绝了 艾文神色暗淡下来 公主看起来并不想让自己做她的护卫 花园里 凯依娜询问道 没想到你竟然愿意和我单独在一起 你不怕我又像以前那样厚脸皮的缠着你吗 艾文却严肃起来 我觉得现在的你应该不会那样做的 凯依娜灿烂一笑 你现在这么相信我 看来你很满意我给你的信息 我上次提到的另外几个家族 他们不久后就会没落 所以和你的婚事自然就会被取消 这样剩下的唯一一个后补就是格雷斯家族 奥利维亚小姐是个优秀又聪明的女孩子 我觉得她很适合你 不过奥利维亚马上就会变成我的侍女 这样一来 基德雷家族对他们家族的资助就会终止 你们的婚事也会不了了之 最后你母亲满意的所有婚事都会作废 如此一来 短时间内你母亲就不会对你逼婚了 恭喜你啊 基德雷大人 艾伦怎么都想不到 卡依娜居然猜测到了这些情况 可她不明白卡依娜让自己和奥利维亚结婚 到底是为了什么 之前卡依娜明明很讨厌奥利维亚 卡依娜缓缓说道 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 厌恶怨恨嫉妒还有爱情 这些都不重要 对了 趁着这次机会 我想郑重地向你道歉 希望你能原谅我之前对你做出的无理行为 我卡依娜再次以公主之名启示 今后绝不会再对你做出任何无理之事了 她明明是身份尊贵的公主 上一世却成了舔狗 然而这一世涅槃重生 爱情什么的根本不再重要 艾伦怎么也想不到 当初那个爱自己爱得死去活来的女人 竟然这般冷漠 这样做她究竟能得到什么好处 卡依娜呵呵一笑 好处就是我可以得到一件很珍贵的东西 那就是基德雷大人的信任 提前告知你那些信息 是为了向你证明 我是一个值得信任的谋略家 如果想要说服一个人 就必须给她一定的好处 不管是物质上的 还是情感上的都可以 感缺失的艾伦来说 信任就是卡依娜给她的好处 艾伦缓缓开口 那我是否可以理解为您需要我 而且您同时也在测试 我是否值得信任 卡依娜笑着点了点头 艾伦打量着面前陌生的女人 她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为了让雷杰普坐上皇位吗 不对 如果是为了那些 她不必大费周章 皇室和基德雷家族素来不合 就算基德雷家族 是仅次于皇室的第一大家族 她也没必要为了 让雷杰普登上皇位 选择和基德雷家族联手 和其他家族联手 反而能更快地达到目的 可卡依娜却选择了艾伦 那就不是有关继承权的事了 难道是因为她本人的事吗 艾伦沉思着 如果是以前自己 是绝对不会相信她的 可是现在的她 浑身散发着一切 静在掌握之中的自信 这让她不得不相信 卡依娜看出了她的顾虑 你不用担心 我绝对不会做出 任何对你不利的事情 既然聊完了 那我们就回去吧 要是传出绯闻 就不好啊 卡依娜转身刚要离开 结果脚下一个亮墙 眼看着就要摔倒在地 好在艾伦眼疾手快 接住了卡依娜 艾伦的气氛正在迅速攀升 卡依娜二话不说推开了艾伦 她知道艾伦讨厌 和别人有身体接触 所以自己尽量不去碰她 他们之间的关系好不容易会 可不能因为这件事 又重新回到原点 毕竟自己到时候 找假丈夫还需要她的帮助 艾伦看着自己的手 她没有感觉错 卡依娜一直在拒绝自己的触碰 自己讨厌和别人身体接触的事情 应该没人知道才对啊 为什么卡依娜的性格 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变化 现在的她给人一种 非常沉稳内敛的感觉 就像是能够知晓未来一样 下一秒 艾伦大步走上前去 竟然一把抓住了卡依娜的手 公主殿下请原谅我的势力 你敢相信吗 这位有洁癖连女生的手 都没摸过的男人 竟然主动去牵了卡依娜的手 卡依娜震惊了 这家伙不是有洁癖吗 艾伦解释道 走出这条土路之后我就放手 如果您觉得不舒服 还请稍微忍耐一会 卡依娜有些犹豫 因为不舒服的人应该是她才对啊 但最终俩人还是一起去了路口处 走出花园之后卡依娜赶紧送客 我本来想请你喝茶的 但我知道你公事繁忙 所以就不留你了 艾伦纳闷了 以前对自己死缠烂打的卡依娜 竟然没有挽留她 艾伦不死心还补了一局 公主殿下 我其实不忙的 然而卡依娜却依旧不理会 表示艾伦可以不用那么勉强 自己下次会邀请她的 这下艾伦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做了一个文手礼之后便告辞了 就在这时雷杰普来了 黄杰我找你好久了 原来你在这 艾伦大人也在啊 雷杰普一来 气氛瞬间凝固起来 卡依娜估摸着雷杰普 听说了艾伦在这 所以才过来的吧 雷杰普并没有掌握兵权 但是李希率领着好几个军事家族 因此雷杰普也想得到兵权与之抗衡 毕竟李希手下所有的家族兵力合起来 都比不过基德雷家族的势力 基德雷家族的士兵长期守卫国境 可以说是精锐中的精锐 因此帝国最强的军事家族就是基德雷家族 拥有帝国最大粮仓的梅文斯侯爵 是雷杰普阵营里的人 所以现在雷杰普虽然没有兵力 但是财力雄厚 如果这俩人联手 就可以互相解决对方的兵力和军粮问题 所以雷杰普一直想要把基德雷拉入他的阵营 然而卡依娜不会让他们联手 因为基德雷是助自己离开这里最强有力的抵抬 所以卡依娜便有说有笑地把雷杰普拉走了 另一边 利迪亚找到了自己的父亲 得知自己烫伤卡依娜的事情 被视从杰诺梅文斯百云之后 他询问父亲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做上皇太子妃之位 然而他的父亲迟迟没有回答 杰诺不可能放着自己妹妹不管 而去帮助利迪亚的 利迪亚也开始戳气起来 最近公主很奇怪 既不外出也不举行派对 皇太子殿下也很疼爱公主 这番话影的父亲脸色大变 最近公主殿下真是越来越可疑了 你以后对他一定要多加留意 另外你找几个侍女 让他们查看一下供底 钱太多了该怎么办 身为妖缠万贯的公主 卡依娜最不缺的就是钱了 她之所以不举办派对 是为了让侍女们变得无事可做 因为预谋幻事总是需要时间的 据贝拉所言 最近侍女们好像都在找什么东西 卡依娜吩咐贝拉 去把自己做好的曲奇拿来 然而话音刚落 安妮就端来了一盘曲奇 安妮将曲奇给了贝拉就退下了 贝拉仔细一看 接着瞳孔地震起来 那些侍女是怎么做事的 这可是坚果曲奇 他们难道不知道公主 对坚果类的食物过敏吗 这些侍女竟然没有确认一下 就直接端上来了 听到外面的吵闹声 卡依娜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贝拉刚想去换曲奇 结果却被卡依娜叫住了 不用换了 我吃这个就好 我知道我吃了这个坚果曲奇 可能会休克晕倒 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 贝拉惊呆了 公主这是在说什么 她为什么要故意吃下坚果曲奇 而卡依娜的计划开始了 她会派贝拉去给雷杰普送茶点 所以贝拉并不知道 卡依娜的茶点里混有坚果曲奇 而卡依娜因为信任侍女 所以毫无防备地吃了曲奇 独自一人晕倒在房间里 安妮及时发现了卡依娜找来了御医 并将这件事禀报给了父皇和雷杰普 以上发生的所有事情 公主最为信任的侍女贝拉并不知情 予以检查完卡依娜的身体后松了口气 这些侍女到底是怎么做事的 好在公主吃的并不多 很快就能康复 否则他们小命都保不住 坚果过敏可是大事 以后一定要多加小心 一不注意可是会要人命的 雷杰普让医生退下后看着卡依娜 接着转过身询问道 你们没有事先检查一下 公主吃的茶点是否有问题 不知道里面混有坚果曲奇 我可以理解 但是公主晕倒时 周围为什么一个侍女也没有 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服侍公主 这样一说 我忽然想起来 皇室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曾有人利用坚果过敏 杀害公主的母亲皇后陛下 眼前这个为了姐姐暴怒的男人 前不久还将姐姐视为提线木偶 如今的她已经被亲情所触动了 雷杰普将剑猛然拔出 历生质问侍女们 吓得重视女们纷纷求饶 一个侍女赶紧推卸责任 是丽迪亚说公主殿下最近很奇怪 并指使我们去调查供庭 如果不是她我们也不会擅自离岗 她还威胁我们 说如果我们不去的话 就让我们好看 丽迪亚大吃一惊 她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被卖了 自己现在可不能被这些蠢活拉下水 丽迪亚替自己辩解道 皇子殿下请您不要相信他们的片面之言 这是一场阴谋 一定是有人为了削弱您的势力而派来见谜 雷杰普将剑刃架在了丽迪亚的脖子上 你是在耍我吗 还是说你就是那个见谜 丽迪亚瑟瑟发抖 本泽曼家族怎么可能会是剑底 请您一定要相信我 雷杰普的眼神越发寒冷 我有没有说过 让你有点自知之明 就在这关键时刻 皇帝来了 大家都纷纷跪下 雷杰普看了看皇帝 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容他放肆了 他将剑丢到地下 之后便单膝下跪 然而皇帝撇了一眼地上的剑 冷漠的话便出口了 无能的家伙 路德 传令下去 对这里所有的侍女都实施边形 然后全部赶出宫去 这辈子都不允许他们踏入首都半路 另外这个侍女做事认真 凯依娜很信任他 这段时间就由你来管理公主府吧 我会重新给公主选拔侍女的 皇帝回想着最近发生的事情 最近凯依娜身上总是发生不好的事 从一开始被人下毒 然后又被侍女烫伤 到现在过敏晕倒 好在每次他都化险为夷 皇帝很清楚 对凯依娜下毒的家伙 其实就是雷杰普 皇帝话里有话地说道 我不开口 你们就真的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皇子雷杰普听令 我命你进祖府中 在你认识到自己错误之前 绝不能踏出皇子府半步 这话宛如晴天霹雳一般 虽然这件事并不是雷杰普做的 可是之前毒害卡依娜的事 确实是他所为 大家都离开之后 卡依娜缓缓睁开了眼睛 贝拉 你做得很好 被亲弟弟毒害晕倒 却跪了三个时辰为弟弟求情 这女人是疯了吗 不久前 皇帝一行人走了之后 卡依娜醒了过来 这一次她的成功离不开贝拉的帮助 卡依娜缓缓说道 我知道你的家族是支持雷杰普的 而你跟随我 并不代表你背叛了雷杰普和你的家族 你反而是帮了雷杰普 因为我打算帮助他登上皇位 雷杰普的心思并不信你 就算你再怎么努力为他效力 他也不会提高你们家族的地位 授予你爵位更是不可能的事情 贝拉 我知道你想得到爵位 据我所知 你的家族想卖你求荣 让你嫁给一个顽固子弟 所以你逃跑了 而那个顽固子弟 还想把你的妹妹们那位妾室 所以你才想获得爵位 然后救出妹妹们 我向你保证 你想要的我都可以给你 可怜的贝拉只有25岁 却要背负着拯救自己和妹妹们的重担 为了改变命运 她毅然决然来到皇宫 她和被困在皇宫里任人摆布的凯依娜很相似 凯依娜比任何人都要理解双方艰难的处境 所以凯依娜会保护好贝拉的 凯依娜柔声说道 贝拉你辛苦了 贝拉此时已经泪流满面 她发誓 自己一定会效忠于凯依娜的 这件事已经解决 凯依娜就要开始下一步计划 她让贝拉去把自己最朴素寒酸的裙子拿来 这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侍女们看着跪着替雷杰普求情的凯依娜听待了 公主殿下醒来之后听说雷杰普被禁足 就立刻来求见皇帝陛下 还穿着这么寒酸的裙子 一点也不像平日里高贵的公主殿下 宫殿里皇帝询问凯依娜贵了多久了 路德表示已经有三个时辰了 御医说在这下去会出大事的 就在这时侍女禀报 支持皇子殿下的贵族们前来求见 皇帝嫌弃道 一带到机会就顺杆往上爬 但还是让他们进来了 杰诺带头说道 殿下 请您体谅公主殿下的一片苦心 原谅皇子殿下吧 眼前这个男人真是两面派 上一世对女儿不管不顾冷漠至极 这一世却为他软禁了自己的宝贝儿子 看着大家替雷杰普求饶 皇帝怒了 你们这些家伙有资格说出这种话吗 你们知道公主受了多少苦吗 杰诺辩解道 雷杰普殿下没有管束好下人酿此大伙 这的确是他的错 但是这个惩罚也太严重了 陛下请您三思啊 皇帝眉头紧锁 有权势的贵族们集体施压 虽然自己是一国之君 但也不能无视这些贵族的话 毕竟皇室的权力离不开贵族的支持 可是他们竟然觉得这个惩罚太重了 是觉得自己即将日落西山不足为惧了吗 就在这胶着时刻 路德禀报皇帝 卡伊娜晕倒了 御医正在为他治疗 杰诺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放松许多 他要趁这个机会向皇帝再次施压 底下的贵族们也开心起来 这次公主帮大忙了 本来还因为皇子殿下被无限期禁足而头疼 没想到竟然有这种意外收获 杰诺低着头沉思 公主这样做真的是为了帮助皇子殿下吗 通过坚果过敏一试 他轻松地把公主府的市民全部换掉 雷杰普安插进去的眼线也被全都处理掉 还让雷杰普被皇帝禁足 整件事只有卡伊娜全身而退 杰诺总感觉大家都被卡伊娜利用了 也许吃下坚果取奇就是他一手策划的 但是为皇子求情的机会 确实是他创造出来的 不管他是何居心 先抓住这个机会再说吧 杰诺再次替雷杰普求情 众人也纷纷开始附和起来 皇帝被弄得很是头疼 刚刚僵硬的局面因为卡伊娜也有所缓和 皇帝决定看在卡伊娜的面子上 将皇子的禁足时长改为十天 房间里 贝拉关切地询问卡伊娜哪里不舒服 只是跪久了腿抽筋而已 没想到大家都以为他晕倒了 卡伊娜看向贝拉 谢谢你贝拉 托你的福 我顺利通过了父皇的考验 上一世的她是个傻白田公主 然而这一世她却成了新金女 仅仅用了一个小计谋便让弟弟禁足十天 甚至还获得了管理帝国公女的权利 就在刚刚 卡伊娜志在必得地告诉贝拉 自己已经通过了皇帝的考验 无限期禁足代表着剥夺继承权 按照父皇的性格 如果她真的想剥夺雷杰普的继承权 她是不会对雷杰普下禁足令的 而是会直接废除她的皇子之位 她其实从一开始就打算让雷杰普禁足十天 所以这只是皇帝给卡伊娜的考验吧 她是在观望卡伊娜会如何处理这件事 这个考验的结果马上就会揭晓 果不其然 卡伊娜话音刚落 路德就打开了门 公主殿下请接旨 帕亚帝国第一公主卡伊娜请听旨 因监国取妻一事 帝国第一皇子雷杰普被禁足 无法继续管理宫女 因此赞由卡伊娜接管这些事物 卡伊娜接旨之后 一行人便退下了 贝拉喜出望外 公主殿下现在已经有管理宫女的权利了 皇帝陛下此举事在向众人宣布 她很赞赏卡伊娜的管理能力 虽然这只是临时的 但这也是卡伊娜人生中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权利 这把钥匙一直是由历代皇后掌管的 卡伊娜的母亲 也就是先皇后曾拥有过她 从一开始任人摆布的无能公主 到现在接过钥匙掌管权利 卡伊娜花费了漫长的时间 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她绝对不会止步于此 所以她让贝拉不要高兴得太早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 接下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正是提拔奥利维亚为公主府的侍女 格雷斯家族拒绝了雷杰普让她入宫当侍女的命名 因为他们不想让别人以为他们是皇子党派的人 但是如果换成卡伊娜的命名 他们不得不从 一来是因为皇帝亲自下旨让卡伊娜管理宫女事务 二来是因为服从卡伊娜的命名 并不会让格雷斯家族被误认为是皇子党派 奥利维亚就算是为了家族荣誉 也必须进入公主府 奥利维亚是小说世界中的女主角 也是卡伊娜强有力的底牌 同时还是个不受任何人保护的可怜人物 如果想要保护奥利维亚 必须要让她成为自己人 你见过如此智商爆表的花瓶公主吗 略使小季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掌管权 还让小说女主成了自己的侍女 之后还要让她成为自己的底牌 除了收服奥利维亚 还有另外一件事也很重要 这件事虽然有点卑鄙 但是一旦成功 就能获得巨大的利益 那就是挑拨离间 卡伊娜一副无辜的样子看向侍卫 我有点担心雷杰普 所以想来探望她 我可以见她一面吗 侍卫们顿时红了脸 可是公主这么可怜 不如还是让她进去吧 杰诺心中直骂他们是蠢货 看来还得靠她自己出马呀 杰诺婉拒了卡伊娜的提议 卡伊娜还是不放心 雷杰普没事吧 我实在是太担心她了 所以想来看看她 杰诺心中直骂卡伊娜虚伪 然而表面功夫得作主 她绝对不能让卡伊娜去见雷杰普 这一切绝不是偶然 获得管理宫女的权利 绝对是她一手策划的 竟然还好意思厚脸皮 跑到这里装模作样 卡伊娜一脸为难 我知道了 是我考虑不周 给你们添麻烦了 看着受伤的公主 侍卫们顿时将矛头指向了杰诺 她就不能说得委婉一点吗 难道是想让公主殿下讨厌她们吗 就在这时卡伊娜又开口了 杰诺大人 我想在回去的路上 听你讲一下雷杰普的进口 你能护送我回公主府吗 杰诺当然不能拒绝这个请求 所以她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一路上卡伊娜装出一副自责的样子 你们辛苦了 如果我当时再小心一点 也许是你们就不会被赶出去了 杰诺非常不屑 都什么时候了卡伊娜还在这里装 就在这时卡伊娜又开口了 我刚好想问一下你的意见 我想让你的妹妹朱利亚进宫当侍女 不知你一下如何 这下杰诺懵了 这是个什么操作 她把雷杰普的人赶走 打算把她家族的人安排进去 这倒是个不错的机会 如果妹妹当上了侍女 就能够经常和雷杰普碰面 这方便培养感情 可是卡伊娜到底打的什么算盘 她为什么要给妹妹计会 杰诺已经看不透了 谁会相信 这个曾经被男人们玩弄的花瓶公主 此刻却将所有人玩弄于鼓掌之中 杰诺甚至已经有些看不懂她了 就在这时卡伊娜询问道 对了你还未婚吧 拥有强大粮仓的梅文斯家族的次子 竟然还没有未婚妻 你是因为眼光太高 还是想用婚姻来获取利益呢 杰诺表示自己对妻不感兴趣 卡伊娜呵呵一笑 那么驸马这个位置 你感兴趣吗 杰诺惊呆了 她怎么也没想到驸马之位能和自己沾边 自己之前从未想过要和这位愚蠢的公主结婚 但现在和之前不一样了 现在的她深谋远虑 是个很好的合作伙伴 如果和公主结婚 自己就没必要在雷杰普的手底下看她的脸色 这个挑战她肯定会接受 因为最后的赢家只会是自己 杰诺毫不犹豫地表示 自己对驸马之位感兴趣 骄傲自大的男人是最容易被掌控的 杰诺绝对会引火烧身 朱利亚和奥利维亚 再加上贝拉 目前侍女总共有三名 为了让侍女们更好地行使自己的权利 必须要精简人员 宫女事务总共分为四种 一是负责管理宫内侍女品行职务 对犯错的侍女进行处罚 这个职位尤为重要 贝拉是不二人选 二是负责招待客人举办宴会 以及对外交际等事宜 奥利维亚洞察力出众 一定能够胜任 剩下的两个分别是负责管理善事和药物的侍女 以及管理衣物和财物的侍女 那两个职位卡依娜已经找到合适的人选了 分别是朱利亚和苏珊 贝拉有些震惊 朱利亚是梅文斯家族的独生女 可是出了名的娇贵 还有苏珊的嘴特别堵 性格非常不合 卡依娜当然知道 她挑选苏珊的理由 是因为在小说中 苏珊和奥利维亚是挚友 接着她吩咐贝拉拿信指过来 这一次她不是要写信给奥利维亚 而是给一个特别想念的人 那个人就是卡依娜的如母科洛 手段果断很辣的恶女 竟然也会有如此柔情的一面 卡依娜嘴角微微上扬 手中的笔就没有停下来过 亲爱的科洛夫人 最近别来无恙吧 一晃十年过去了 每年的这个时候 我记得小时候和您一起在厨房做苹果派 结果把厨房弄得一片狼藉 我当时不仅把苹果派讨焦了 还差点把厨房给烧了 我还经常把漂亮的裙子弄脏 可您总会耐心地安慰我 那些记忆仍然历历在目 我最近又重新开始做甜点了 大家都对我做的甜点赞不绝口呢 我能做出这么好吃的甜点 都是多亏了您的悉心教导 科洛夫人 我马上就举办成年礼 虽然父皇已经解除了您的禁令 但如果您不愿意入宫 我是不会勉强您的 虽然我很想念您 但我会尊重您的决定 我很想您 我的第二个母亲 盼望您的回复 凯依娜已经好久没有这么想念一个人了 希望科洛能够感受到自己的真心 信写好了 接下来要完成今天的最后一项任务了 凯依娜要去一个能指明自己人生方向的地方 图书馆里 贝拉沉默了 您说的最后一项任务 就是来皇家图书馆读帝国游记吗 公主您现在的时间多宝贵啊 应该抓紧时间去和贵族会面 培养自己的势力 然而凯依娜有着自己的考量 我现在负责管理宫女事务 所以贵族们肯定会密切关注我的一举一动 他们肯定很好奇我去图书馆干什么 估计会以为凯依娜去查询管理宫女事务的策略 然而最后他们会发现 凯依娜只是在翻阅帝国的各种邮寄而已 所以他们定会觉得是自己想多了 凯依娜现在需要分散他们的视线 他们越轻视凯依娜 这种情况就对凯依娜越有利 贝拉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样啊 除此之外凯依娜其实还有一个理由 那就是要找一个离开皇宫后适合居住的地方 凯依娜想趁皇帝还活着的时候 让他更改一下自己要继承的领地 凯依娜原先继承的领地全部位于帝国的东部地区 东部地区有梅文斯家族所以不行 西部地区有基德雷家族也不合适 要远离首都那些有权势的贵族才行 自己如果要和假想的丈夫结婚 并且一起生活的话 就必须要找一个能够完全统治的地方 要有一栋坚固又整洁的房子 最好带有一个小院子 这样他可以种一些香草果树 周围的环境要安静舒适 如果可以临海或者临湖就更好了 凯依娜真的很想离开这犹如监狱般的皇宫 他重生之后手段很暗 将所有玩弄过他的人都踩在脚下 然而在看到面前的男人时却还是忍不住发抖 不久前 正在看书的凯依娜竟然遭到了围观 不少少男们挤在门口议论纷纷 公主竟然来图书馆了 这怎么可能 快让我看看公主倾国倾城的美貌 凯依娜汗颜了 自己还是回去看吧 路上 凯依娜一边走一边感叹着 今天的天气好棒啊 皇宫里的日子要是能一直这么宁静祥和就好了 如果科洛夫人能够重回皇宫 凯依娜倒是愿意在皇宫里再住上一段日子 自己要尽情地享受现在的悠闲时光 就在这时一道男生传来 公主殿下真是好久不见了 那一刻 凯依娜只觉得好像有一个恶魔在他耳边低 不管再怎么努力挣扎 都无法摆脱命运的安排 凯依娜重生之后就没有这么恐惧过 她一步步地往后退 而面前的男人则一步步地逼近 我想你想的都快要疯掉了 眼前这个男人 是吉利安 第一是李凯依娜的丈夫 她在经历了漫长的囚禁和虐待后残忍地被她杀害了 凯依娜怎么可能会忘记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往呢 每天被打得遍体鳞伤 只能穿长袖的衣服盖住 自己曾写过无数封信给雷杰普求救 然而都石沉大海 为了躲避吉利安的监视 凯依娜在黑暗的城堡里四处躲逃 当时自己抱着最后一线希望 给艾文写了信 却被吉利安发现了 愚蠢的凯依娜 你到现在还想着那个男人吗 艾文是不会来救你的 可恶的女人 你竟然想要离开我 最后信件到了吉利安手里 她一气之下把凯依娜杀死了 回过神来的凯依娜告诉自己要镇定 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 凯依娜摆出镇定的样子 你就是吉利安公子吧 我们在之前的宴会上是不是跳过我 吉利安笑了起来 没想到公主还记得我呀 看来公主就是我命中注定的姻缘了 凯依娜汉言 你不要奉承我 我只是出于礼貌记住了你的名字罢了 然而吉利安听完这句话后脸却黑了 她神经恍惚地说道 您当时可是和我跳了两支舞呢 您那天穿着一条蓝色的裙子 别提多迷人了 说着就朝凯依娜伸出了手 我在您眼中 一定也是特别的存在吧 即使她重生成了冷血恶 却还是摆脱不了心理阴影 面对痴狂的吉利安 凯依娜只觉得很害怕 她的心正在快速地跳动着 自己刚刚应该逃跑的 然而就在这时 一只手抓住了吉利安的手 并且把凯依娜圈入了怀中 是艾文 凯依娜痴地看着艾文 此刻的她感到莫名的心安 只是身体还在忍不住地颤抖 艾文很是疑惑 她的身体为什么抖得这么厉害 意识到不对劲 艾文瞪了吉利安一眼 你想干什么 吉利安知道艾文不是好人了 她笑着表示自己只是单纯的想护送公主 还说自己刚刚看到凯依娜要摔倒了 所以想要扶一下而已 凯依娜知道如果自己现在否认 她之后肯定会惹出更大的祸端 还不如现在随便敷衍一下把她打了走 凯依娜只能附和吉利安 吉利安一脸尖笑 很可惜这次不能护送你了 公主殿下我们下次见 吉利安走后 凯依娜才反应过来 自己现在正在艾文的怀里 她赶紧拉开距离道歉 接着她询问艾文为什么会在这里 艾文表示自己在图书馆附近处理事情 来这里只是碰碰运气 没想到真的遇见了凯依娜 毕竟凯依娜拒绝自己的求见已经不下十次了 听说这段时间皇宫发生了很多事 凯依娜不敢直视艾文的眼睛 原本她打算解除婚约的消息传出去之后再见面的 没想到发生了很多意外情况 凯依娜微微一笑 你是不是有很多问题想问我 我现在刚好有时间 艾文表示今天还是算了吧 您现在需要休息 瑟瑟发抖的身体 毫无血色的脸颊 那一刻 艾文突然想成为公主坚实的依靠 艾文伸出手 公主殿下 您下次一定要邀请我去喝茶 还有让人奇怪的一点是 凯依娜的触碰并不会让她感到不适 这个母胎单身了23年的男子 正诧异地看着自己的手 她因为有洁癖 所以和别人身体接触时会感到不适 然而自己对凯依娜之间的接触 并没有感到半点不舒服 她仔细地回想着不久前的一步 被拒绝了十多次之后 艾文再次提出要和凯依娜一起喝茶 卡依娜这次没有拒绝她 艾文有些害羞的提议 您上次告诉我的那个奶茶的做法 我试了很多次都泡不出那个味道 下次您可以再帮我泡一杯吗 卡依娜扑翅声笑了出来 她表示自己到时候一定会准备一场下午茶了 就这样 艾文终于约到了卡依娜 回过神来的艾文怎么也想不通洁癖这件事 难道说自己已经好了吗 这不可能啊 艾文随即喊来了手下巴斯 此刻的书房里只有他们两个人 而艾文则提出了个古怪的要求 那就是让巴斯牵她的手 然而才刚刚碰到 艾文就厌恶地拿开了手 心情还是很糟 艾文头疼地捂着头 公主好像也不喜欢触碰别人 但奇怪的是 上次雷杰普护送她回府的时候 她表现得很正常 她应该不是真的讨厌和别人触碰 还有刚刚他们抱在一起时 公主也没有表现得很排斥 艾文觉得卡依娜好像是在照顾她的心情 所以才不跟她有所接触的 难道卡依娜知道她有洁癖吗 这怎么可能呢 艾文只能安慰自己是想多了 毕竟这件事连从小保护自己的骑士都不知道 艾文忽然出声询问道 杰里米 即知岛有关吉利安的情况吗 杰里米回想了一下 您说的是吉利安子爵家族的长男吗 大概是两个月以前吧 她和卡依娜公主在宴会上跳完舞之后 就和未婚妻解除了婚约 所以之前有段时间一直在传吉利安喜欢上了公主 吉利安家族虽然是基德雷家族的家臣 但我一直不喜欢他们 巴斯也在一旁附和道 据说吉利安的品行很差的 艾文觉得很奇怪 公主为什么会那么害怕吉利安呢 毫无血色的脸颊和瑟瑟发抖的身体 但在看到自己之后 她的表情瞬间从惊恐变为安心 艾文觉得自己好像永远都忘不了那个场景了 曾经被男人踩在脚下的花瓶公主 此刻却在盘算着该怎么除掉那个伤害过她的男人 这一世的卡依娜不想和吉利安有任何关系 但是如果除掉她 只会对雷杰普和李希有好处 吉利安家族是基德雷家族的家臣 他们家族掌管着帝国大部分的局务 如果想要跟艾文合作 就不能动吉利安 而且最重要的是 自己不能被讨厌 她为什么当时一看到艾文就心安了呢 这种感情之前从未体会过 卡依娜安慰着自己 或许只是因为艾文帮了她才会这样吧 她已经不想再因为其他的事情给艾文添麻烦了 自己只想离开皇宫 在宁静的乡下度过余生 她必须要离开雷杰普 而此刻的雷杰普犹如苏醒的野兽 卡依娜让她禁足授罚 更换侍女获得掌管宫女的权利 这些都是她一手策划的 雷杰普所掌握的权利越来越少 准确地说 是卡依娜渐渐地夺走了她的权利 按理说 卡依娜会觉得这份权利过于沉重 然后转交给雷杰普 但她并没有这样做 反而一直紧握着权利不肯放手 这不符合她一贯的作风 这些雷杰普都可以忍受 因为卡依娜是她的姐姐 同时也是她在这幽暗皇宫里的一缕阳光 雷杰普觉得卡依娜只要一直待在她身边就好 但从杰诺身上散发出来的卡依娜的香气 雷杰普想明白了 难道她一开始就打算在自己卸下心房后 在背后捅一刀吗 至于艾文 虽然她娶了卡依娜能有利于他们结盟 但这样的话 卡依娜会脱离雷杰普的掌控 雷杰普忍受不了自己的人以这种方式被抢走 她缓缓开口 黄姐 你竟然想摆脱我吗 卡依娜怎么可能承认 我不知道你听到了什么谣言 但你要相信我 雷杰普询问道 你想要的真的只是婚姻吗 所以你今天去见了艾文 卡依娜表示他们俩只是偶然遇到 雷杰普情绪逐渐失控 就知道你肯定会说是偶然 这其实也是你计划里的一部分吧 就像你把我的人全部赶出宫一样 眼前的男人像一头发疯的野兽 他对着面前的女人怒吼着 然而卡依娜只是平淡地看着这一切 上一世的他曾多次给雷杰普继续求救星 然而都湿沉大海 但这毕竟是上一世的事情 所以卡依娜也不在乎了 因为他们都曾受过很多伤害 但却无法改变现状 如果他们不是受到天前的反派姐弟 只是脾气有点坏的姐弟 结局会不会有所不同呢 但这一世 他们可以获得救赎 雷杰普疯了事地掐住卡依娜的脖子 我不喜欢有人挑战我的权利 对我造成威胁的人 我都会一一除掉 反正黄姐的性命握在我手里 因为我是下一任皇帝 卡依娜无所畏惧地笑了 好啊 那你杀死我吧 我知道你可以随时取了我的性命 接着便握住了雷杰普的手 雷杰普惊恐地抽出手 你疯了吗 卡依娜反问道 你现在能冷静下来听我说了吧 我并没有背叛你 你是皇子 不可能一直掌管宫女的事物 虽然你现在失去了一部分权利 但是很快你就会掌握新的权利 而且掌管宫女事物的权利本就不属于皇子 这只是父皇不想给你实权而使用的障眼法吧 这些你应该是知道的吧 雷杰普握紧双全 你的意思是 现在对我来说是个机会 我应该抓住吗 卡依娜点了点头 而且是极好的机会 我说过 我会帮你做上皇位的 如果你想拥有新的权利 我可以帮你 首先在你的禁足令解除后 你先去求得父亲的原谅 毕竟你的新权利需要由父皇赋予 如果看到父皇的心情变好了 接下来你就这样说 卡依娜在雷杰普耳边低语了一个名字 凯特林林德伯格 皇帝之所以答应给李希这个 无赖之徒皇位继承权 就是因为这个深受皇帝喜爱的情人 卡依娜告诉雷杰普 你需要做的就是让他成为我外公哈梅尔伯爵的养语 并且保护他不受李希和其他势力的伤害 谁能想到 这个上一世还被踩在脚下的公主 这一世竟然让弟弟成为了自己的提线末 卡依娜将自己的计划告诉了雷杰普 他们现在要保护好凯特林 几十年前 正值壮年的皇帝 在皇家狩猎场里遇见了凯特林 皇帝被他的美貌吸引 对他一见钟情 但是他的父亲林德伯格家族的家主 被李希涉及杀害 并伪装成死于意外事故 自此 这个家族彻底被李希所控制 而凯特林也处于随时都会沦为平民的危险境 因此尽管现在皇帝缠绵病态 却仍一心想要守护他心爱的凯特林 雷杰普有些不放心 他们会同意吗 卡依娜势在必得 他们绝对会同意的 因为比起惹怒雷杰普 失去黑市这条财路 将凯特林收为养女 可以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利益 而且还可以利用他来牵制皇帝或者其他事业 雷杰普询问道 那个女人和父皇羽友义子 他们的孩子也有可能会成为皇位继承者 难道你想让我为他人做嫁衣吗 凯依娜很了解凯特林 比起争夺权利 凯特林更希望自己的儿子过上安稳的生活 而且他的儿子只有13岁 年龄小母族也不够强大 各方势力根本不会把他放在眼里 李希也不会希望再多一个皇位竞争者 所以他是不会让凯特林的儿子拥有皇位继承权的 雷杰普你也知道 父皇最疼爱的孩子 既不是你也不是我 而是凯特林的儿子 父皇为了保护那个孩子 竟然同意把皇位继承权给李希那个无赖 欲棒相争愚人获利 所以我们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因为这是我们唯一的生存之道 你去保护凯特林 不仅能得到父皇的认可 同时还能掌控一个重要的人质 然而雷杰普此刻大受震撼 这真的是凯依娜临时想出来的办法吗 他连个眼线都没有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上一世的她是帝国最漂亮的女人 同时也是最没用的花瓶 然而此刻的她却像一个谋略家 雷杰普根本不敢相信 之前那个只会撒娇的无脑黄姐 竟然如此聪明 雷杰普感觉卡依娜能洞悉气盘上 所有的动向和变数 并且以一种运筹帷幄的姿态 掌控着全局 这些只有天生的谋略家才能做到 卡依娜并没有给雷杰普过多的思考时间 而是一把拉起了她的手 并且柔情地看着她 我们之间的误会解除了吧 看着卡依娜这副模样 雷杰普顿时也消气了 她怎么也没想到 卡依娜对自己的影响有这么大 但是卡依娜的聪慧 有一天也许会威胁到自己 第二天 奥利维亚看着眼前的皇宫惊叹不已 这座皇宫将是自己以后生活的地方 而且真如公主所说的那样 皇帝陛下颁布了诏书 奥利维亚此次前来是为了熟悉情况的 就在这时一个人来到了她的身后 请问你是奥利维亚小姐吗 我是公主府的侍女贝拉 奥利维亚知道眼前的人 她是在公主府侍女大患血中 唯一留下来的一位高级侍女 同时也是卡依娜公主的心腹 奥利维亚行了个礼 便跟着贝拉开始参观公主府 得知现在的侍女只有四人后 奥利维亚震惊了 贝拉解释道 虽然我们拥有的权力比较大 但负担的任务也很重 你主要负责接待客人 奥利维亚内心非常不敬 公主竟然让她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就在她思绪万千之时 贝拉带她来到了公主的房间 奥利维亚有些紧张 她询问贝拉自己是否需要注意些什么 贝拉表示不用 公主很了解你的 奥利维亚走入了房间 房间里的清香一下子抚平了她的紧张感 在阳光的照射下 房间美得像是一幅名画 给人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 然而房间里最让人感到不真实的 就是美得不可放物的公主殿下 面对小说中的女主 身为女二的卡依娜毫不畏惧 奥利维亚反而紧张到出汗 她毕恭毕敬地朝卡依娜行李 举止投足之间散发着优雅的气质 卡依娜询问道 你是早来的一天吗 奥利维亚点了点头 听说公主身边没有服侍的公女 所以我提前入宫了 卡依娜一步一步朝她走去 你很聪明 我很喜欢你的回答 让你入宫果然是明智的选择 欢迎你来到公主府 奥利维亚受宠若惊 她没想到自己能够得到公主的重视 卡依娜打量着面前的人 奥利维亚 她拥有一头靓丽飘逸的褐色秀发 一双灵动有神的绿色双眸 不仅聪慧伶俐 而且态度公顺举止得体 处世冷静善于察言观色 她便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主人公 这样的人物怎么可能会是错误的选择呢 上一世的她做的傻事已经够多了 这一次她不会再让自己做出错误的选择 卡依娜询问道 我当时突然让你入宫做我的侍女 你应该很惊讶吧 希望你能忘掉之前让你感到不开心的事 奥利维亚连忙表示 能够服侍公主是自己的荣幸 而且公主和她了解的好像确实不一样 眼前的公主殿下举止高贵优雅 谈吐自然大方 根本就不像传闻中的那样 就在这时卡依娜询问道 你今年二十岁了吧 应该已经举办过成年礼了吧 奥利维亚则表示自己并没有举办过成年礼 毕竟她家里的条件其实并不好 卡依娜灿烂一笑 你可以和我一起举办成年礼 这惹得奥利维亚惊慌失措 这可不合规矩啊 卡依娜自由打算 如果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到 那还怎么配当公主呢 下属的荣誉就是她的荣誉 既然现在奥利维亚是她的人 她不能让奥利维亚留有遗憾 卡依娜真诚地看向奥利维亚 所以你就当是为了照顾我的面子 你就不要再拒绝了 奥利维亚说不出话来 自然流露出的皇家威严和姿态 手握权力却心怀善意 不愧是真正的皇族 这就是她的新主人 卡依娜公主殿下 就在这时被她表示埃文大人来了 虽然卡依娜很想给她俩制造机会 但是现在奥利维亚刚来皇宫难免不同 卡依娜只好自己去会见埃文 埃文看向卡依娜 上次见面的时候 您说过会回答我的问题 公主殿下 我今天想听您的回答 上一世的她对美丽的公主爱搭不理 然而这一世却跟在公主屁股后面跑 还被一杯奶茶给征服了 卡依娜知道埃文好奇的事情肯定很多 但是今天有很多的时间 所以没必要着急 为了迎接埃文 今天卡依娜特地亲手泡了茶 那是埃文喜欢的奶茶 埃文小心翼翼地拿起杯子 暖和的温度通过茶杯传递到手心 鼻尖营绕着淡淡的红茶香气 埃文觉得很奇怪 明明用的是同一种茶叶 还用了相同的制作方法 为什么卡依娜煮的茶 和自己侍从煮出来的味道如此不同吗 难道是因为煮茶的人不同 所以味道才不同吗 卡依娜见埃文一言不发 她微笑着询问道 难道是不好喝吗 埃文摇了摇头 公主殿下亲手煮的茶果然好喝 卡依娜捂着嘴笑了起来 埃文大人现在也会恭为人吗 不过 我们还是开始谈正事吧 你应该有很多问题想问吧 先从你的婚事聊起吧 你调查过你的结婚对象了吗 埃文点了点头 自己悄悄打听后发现 艾凡伯爵家族的确欠了很多债 马上就会被李希家族吞并 而利塔小姐 她家族里的人都知道她有癫狂症 埃文很好奇卡依娜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但是后来 她渐渐地听说了一些其他的消息 卡依娜因为过敏在皇宫掀起了轩然大波 并且赶走了所有的侍女 最终还获得了临时管理宫女的权利 所以埃文打算先不谈自己的婚事 现在她更好奇的是 卡依娜公主 您到底在谋划什么呢 关于这个问题 卡依娜无可奉告 但是如果埃文同意和自己合作的话 她就可以把这些告诉埃文 卡依娜看着埃文 要是你有所顾虑的话 现在就可以拒绝我 因为你一旦知道了事实 就没有反悔的余地了 无论你想要什么 也不管你想要的东西有多难得到 我以卡依娜的名字启示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去帮你 所以你也要 帮助我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怎么样 你想要成为我的合作伙伴吗 她是帝国最美的花瓶公主 可隐藏在傻白田外表下的 却是一颗庞大的野心 面对卡依娜的合作邀请 埃文感觉她好像是能遇见未来一般 态度坚定 对自己做出的选择绝不后悔 公主这个称呼好像就是为她而存在的一样 但与此同时 她又是一个纤细柔弱 惹人怜爱的女人 之前自己抱住她那柔弱身躯的时候 又在想什么呢 如此柔弱又坚强的卡依娜 埃文想要守护她 所以埃文毫不犹豫地跪了下来 并且亲吻着卡依娜的守备 表示自己将竭尽全力地辅佐卡依娜 卡依娜也礼貌行礼 那就拜托你了 我的合作伙伴 选择相信我 对你来说应该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 但你还是接受了我的提议 谢谢你埃文大人 然而埃文却表示 做出这个决定并不难 卡依娜为了取得自己的信任 已经做了很多事 这些她都看在眼里 她相信卡依娜不会做出错误的选择 这句话直击卡依娜的心弦 她曾经也做出过错误的选择 也曾后悔过 然而正是那些所经历的过往 成就了现在的卡依娜 所以她不会再让自己后悔了 卡依娜缓缓开口 明面上我们是合作关系 但实际上我不会和你商议 也不会把所有的计划都告诉你 因为如果我的底牌被公开 会让你我都陷入危险之中 虽然我提议让你跟我合作 但我其实并不是一名合格的合作伙伴 日后你肯定会遇到更多不解的事情 即便如此 你也会相信我吗 然而卡依娜的话还没说完便被打断 没关系 我相信您 虽然我也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 但我相信您不会做出伤害我的事情 我会带着对您的信任 一直陪伴在您左右 艾文牵起卡依娜的手 他人的触摸 就好像虫子在他身上爬一样 令他感到颤利 这些感觉让他直犯恶心备受煎熬 艾文也曾尝试忍耐和吃药 但症状丝毫没有缓解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在卡依娜的面前 那些恶心的感觉 像是鸡血融化一般统统消失不见了 艾文无比真诚地说道 公主殿下 我不会后悔选择您的 公爵太主动了怎么办 卡依娜竟然老脸一红 觉得有些害羞 现在可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 他连忙把手抽了回来 大人竟然如此相信我 真是我的荣幸啊 卡依娜忽然觉得有些懊悔 自己说的是不是太多了 接着卡依娜转移话题 我们是在聊你解除婚约的事吧 其他的家族你也都确认过了吧 我会尽快安排奥利维亚小姐和你见面的 她刚好今天禁服了 不过时间有点仓促 所以我就没让她来 她是个很聪明善良的姑娘 你一定会很喜欢奥利维亚小姐的 艾文犹豫了一会还是开口了 公主殿下我还有一个疑问 您为什么一直在我面前 不断地提起奥利维亚小姐 上次在花园里聊我的婚事的时候 您也一样 这种场面对我来说并不陌生 甚至可以说是熟悉得令我厌烦 艾文握紧拳头 感觉她好像很喜欢奥利维亚小姐 能和自己有个好结果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艾文再次开口 公主殿下 您每次见到我都会聊奥利维亚小姐的事 卡伊奈一正 对不起 我是不是让你感到不舒服了 这句话反倒让艾文没话说了 她转身两三步便急匆匆地离开了这里 艾文不敢相信 自己居然会感到不舒服 还觉得心情不好 自己竟然能体会到这些感情 而另一边被抛下的卡伊奈一脸懵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之后几天 艾文一直在给卡伊奈记书信 卡伊奈很是头疼 这都已经是第几封了 贝拉犹豫了一会后开口 记得雷大人如果对您有爱慕之心的话 您打算怎么办啊 毕竟自从上次您和大人见面之后 记得雷大人就一直给公主殿下记性 这件事要是传出去 社交界肯定会掀起轩然大波的 卡伊奈也不明白艾文为什么要这样做 现在她真是一个头两个大 当时她突然就跑了出去 自己还是第一次看见艾文反应这么强烈 她也许是觉得很抱歉 所以才一直记道歉信吧 没想到她居然这么抵触聊奥利维亚的事 自己只是希望他们俩能有个好结果 毕竟他们俩才是小说里的官配 根本没有自己插足的余地 他们是小说中的官配 然而男主却爱上了女儿 而卡伊奈竟然还有了插足的念头 意识到自己有这个想法 卡伊奈心中一惊 她连忙拍打自己的脸 试图让自己清醒过来 自己到底在胡思乱想些什么 卡伊奈告诉自己要打起精神 毕竟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呢 看着卡伊奈强颜欢笑的脸庞 贝拉觉得公主最近很疲惫 自己得让中央厨房准备一些滋补的膳食 路上贝拉遇到了安妮 对于贝拉的做法她很不理解 然而贝拉却很严肃 公主吃的所有食物 我们必须要仔细检查 因为我们是贴身服侍公主的侍女 公主上次因为坚果过敏晕倒 因此我们要更加小心谨慎 喋喋不休的贝拉其实有着自己的计划 她还要再去调查几个人 每次只要贝拉一去厨房 就把她往外赶的中央厨房的厨师长 还有自从公主府掌权之后 就一直和他们针锋相对的侍女长西利爱夫人 尤其是厨师长 她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 然而就在这时 不是什么善查的西利爱夫人看到了贝拉 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你们两个外部人员进厨房干什么 厨房是皇宫里管理最严格的神圣场所 因为你总是月权随意进出厨房 所以厨房的内部人员才会一直抗议 贝拉觉得这个人简直就是故意找她 但是自己作为公主府唯一的高级侍女 绝对不能丢了气势让公主难堪 贝拉大声指责道 检查公主的膳食是侍女的职责 这怎么是月权呢 您应该也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我的行为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家伙总想要抓住别人的把柄 这一点很奇怪 他们难道是想要牵制公主吗 贝拉继续说道 公主殿下不久前因为坚果过敏晕倒了 所以我必须要严格检查公主的膳食 这让西利爱找到了漏洞 侍女不小心把坚果取气呈给公主 才导致公主过敏晕倒了 如果深究的话 最大的过错方不是厨房 而是侍女们不是吗 整个公主府就选了四名侍女 我还以为选拔出来的侍女能力有多强呢 今日一见也不过如此 这话惹得贝拉一阵恼怒 可她却说不上话来 房间里 贝拉觉得自己如果继续这样愚笨柔软 只会让人更看不起 她在皇宫里学到的一条生存法则是 有价值的人才有资格活下去 要不然只会被轻易淘汰 公主殿下是自己唯一的依靠 自己一定要帮上忙 现在的她需要一个帮手 而面前这个聪明有眼力见 办事能力强 而且性格沉稳的奥利维亚 正是那个人 这两个侍女太大胆了 乔庄打扮一番竟然想溜进中央厨房 奥利维亚汉颜 这个计划真的可行吗 贝拉却让她放心 中央厨房的仓库里 绝对藏着某种东西 就算里面有很多昂贵的食材 也不至于每天派那么多人看守 尤其是厨师长 她的行为最可疑 只要有侍女在那停留 她就会大声训斥并把人赶走 厨师长很有可能在贪污 与此同时另一边 厨师长正看着账单叹气 这个月抽走的也太少了 不过总比被逮住墙 自己虽然用钱贿赂了稀利爱 但总觉得那个女人不太可信 就在这时 奥利维亚来了 对不起打扰一下 我想去公主府 您能帮我指一下路吗 厨师长打量着奥利维亚 她应该不会像上次那个侍女一样 在厨房里随便乱翻吧 当时自己害怕贪污的杖短被翻出来 可别提多紧张了 这个侍女看起来很温顺 应该和上次那个侍女不一样 不仅长得漂亮身材好 还像是个贵族小姐 厨师长装出一副善良的样子 跟奥利维亚搭话 全然不知道贝拉已经混了进去 贝拉刚以为要得手 可当她抬起头时 却看到了愤怒的一幕 厨师长竟然抓住了奥利维亚的肩膀 嘴上还说着让奥利维亚好好听话 自己是不会亏待她的 接着还继续说道 你肯定很想成为受人尊敬的夫人吧 皇宫里的厨师长夫人还是很有地位 我是看你长得还不错 所以才特意给你一次机会 贝拉忍耐不住了 她拍桌大喊着 你在干什么呢 厨师长见自己的龌龊事被发现 刚想解释却发现贝拉很眼熟 她不就是自己上次赶出厨房的侍女吗 这家伙还真是无法无天了 厨师长伸出手戳着贝拉的脑袋 不仅随意进出厨房 现在还感到仓库乱翻 你以为厨房是归你们公主府管了 贝拉知道自己事情搞砸了 可是她不能眼睁睁看着奥利维亚被欺负 现在计划泡汤了 自己该怎么办 公主殿下如此信任自己 贝拉想报答她 可是却搞砸了 就在这时大家听到声音都围了过来 有人劝说厨师长要冷静一点 可是厨师长知道 这次如果自己放他们一马 下次他们肯定还会溜进来 自己绝对不能让他们靠近厨房 如果贪污的事情被发现 那么就完蛋了 眼前这个气焰嚣张的女人 以前竟然是个柔弱被人欺的花瓶公主 就在刚刚 厨师长仰起了手 她刚要用暴力惩罚贝拉 却被一只纤细的手抓住了 是凯依娜来了 她将二人护到身后缓缓开口 难怪我心里总觉得不安 幸亏我来得及时 要是再晚来一步 我的人肯定会被你打伤的 厨师长这下定住了 该死 公主殿下怎么突然来了 贝拉询问道 公主殿下 您怎么会知道我们在这里 凯依娜看了贝拉一眼 贝拉 我有哪些东西不能吃 贝拉老老实实回答 卡依娜满意地笑了 不愧是贝拉 知道得很详细 但是很奇怪 今天为我准备膳食的侍女 竟然端来了一盘烤鱼 时间回到几个小时前 公主府里来了陌生的侍女 见卡依娜疑惑 侍女们解释道 侍女长觉得公主府人手不够 特意派我们来服侍公主 她还吩咐我们 一定要用心照顾公主殿下 卡依娜脸都黑了 侍女长竟然无视她的命令 随便把高级侍女送进公主府 想必是以为有雷杰普这个靠山 就能给她一个下马威吧 看着桌子上的烤鱼 卡依娜让他们先出去 然而侍女们却说不行 这种态度让卡依娜愤怒起来 你们把公主的命令当成耳旁风了吗 我让你们出去 看着威严的卡依娜 侍女们被震慑了 接着便连滚带爬地出去 他们走了之后 卡依娜收到了安妮传来的消息 中央厨房 是因为那件事吗 该来的还是来了 现在是时候去收拾他们了 这才有了刚刚发生的那一幕 卡依娜朝厨师长走了过去 我担心又有人 把我不能吃的食物呈上来 所以吩咐贝拉亲自来厨房查看 而且今天呈给本公主的膳事 竟然有余 这是你指使的吗 厨师长连忙表示 自己没有赶走侍女 只是担心厨房里的工具伤到他们 所以才请他们自行离开的 而且今天负责给您呈善的是 犀利爱夫人的手下 卡依娜反问道 你的意思是你不知道这件事吗 厨师长借泼下驴 我每天光厨房里的事都操心不过来 我身为厨师长 将自己的大半辈子都奉献在了这里 可谓是兢兢业业尽职尽责 卡依娜吃笑出声 你信心满满的样子让我更加好奇了 贝拉 那你去把犀利爱夫人找来 以前那个不被吓人放在眼里的公主 如今竟然火力全开威慑四方 贝拉离开之时小声地告诉卡依娜 厨师长似乎藏了什么东西 卡依娜拍了拍她的肩膀让她安心 自己已经知道一切了 这件事就交给她吧 贝拉出门时看了一眼卡依娜 殿下竟然知道厨房的事 自己之前只是怀疑 并没有报告给公主 公主看起来也不像是在调查厨房内部的事 她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吗 贝拉走后 卡依娜提议参观一下厨房 厨师长谄媚一笑 表示当然可以 然而内心却压根看不起卡依娜 不过是获得了管理工女的权利而已 有什么好猖狂的 卡依娜弯下身来查看食材 接着厨师夸赞道 不愧是中央厨房 食材都很新鲜 然而卡依娜却迟迟没有离开 她一直驻足这箱子前 厨师长有点慌了 公主殿下 是有什么问题吗 卡依娜没想到她这么快就把证据转移了 只凭这些还远远不够 必须要抓她的现行 或者找到切实的证据才行 不过现在也没必要着急 因为好戏才刚刚开始 卡依娜随即起身表示没问题 还说晚饭就拜托厨师长了 厨师长松了口气 刚刚差点还以为要被发现了呢 卡依娜难道是有所察觉了吗 在账本上记录下要购买的大量的昂贵食材 拿到巨额预算 但实际上只有表面一层是昂贵的食材 下面全都是石头 这样的箱子运进来后 由希丽爱夫人帮忙望风 之后再转运出去 反正那些吃着昂贵食材的皇族 对厨房的事物毫不关心 如果有人质疑为什么食材的丢弃率这么高 你就说是为了维持食材的新鲜度 这是李希大人告诉她的 至于李希为什么要告诉她 那是因为他们之间有交易 公里的厨师长 她对皇族的很多事情都了如指掌 李希承诺可以给她大量的财富 但她必须要把卡依娜每天干了什么 去了哪里吃了什么 以及不能吃什么 这些简单的情报告知于李希 厨师长对此很不解 我告诉您这些情报倒是不难 不过您知道这些事想做什么呢 海因李希大公子 你敢相信吗 一个私生子竟然获得了皇位继承权 而且还要监视帝国唯一的公主 厨师长斗胆询问李希 您知道这些事想要做什么呢 李希露出邪妹的笑容 因为我要在皇宫里培养自己的势力 情报就是权力和力量 厨师长却有些不解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和希丽爱夫人合作呢 那个女人很挑剔 李希告诉厨师长 皇宫里侍女众多 只有和侍女长联手才能掩人耳目 再加上侍女长是雷杰普皇子的人 可以通过她来监视雷杰普 所以她是最合适的人选 对了 走之前把这个拿上 会对你有很大帮助的 厨师长紧张地啃着手指头 幸好提前把石头弄走了 皇族从来都没有关心过厨房里的事 为什么公主突然会对这件事伤心 就在这时一个侍从告诉厨师长 石材的供应商道 这让厨师长如临大敌 新来的石材箱子殿下还全是石头 万一公主打开查看的话就出大事了 厨师长连忙让人把商人赶走 然而凯依娜却不同意 商人大老远地把户屋运过来 怎么能就这样把她赶走呢 把她叫进来吧 我想亲自对她表示感激 宫殿外的商人东张西望着 想着还是赶快卸货吧 自己还要送给下一家呢 平时只有厨师长一个人在的中央仓库 今天怎么这么热闹 然而下一秒 卡依娜就出现了 卡依娜微笑着表示 自己是来向她表示感谢的 顺便看一下石材 商人被卡依娜迷了眼 刚要打开箱子却忽然想起来 箱子里的可全都是石头啊 不过厨师长说过公主很愚蠢 她肯定不知道箱子里的秘密 卡依娜继续补刀 记得把收据给我看一下 然而他们根本就没有收据 商人此刻已经慌了正脚 她只好随便找了个借口 表示自己今天有点忙忘记开收据了 而且和皇室做了这么久的交易 彼此都很信任 厨师长也在旁边附和道 因为互相信任 所以都是一次性开很多张收据 要不然就是开简易收据 厨师长心里对卡依娜厌恶至极 什么都不懂却在这里指手画脚 只要证据一来 自己就会马上处理掉 如果她说要缺人的话 自己就跟她说那些食材不新鲜被扔掉 而且简易收据不违法 只要和账本对上就不会被发现 然而卡依娜听完之后却大笑出声 庸人们不明所以 公主这是怎么了 卡依娜冷冷地开口 互相信任就没开收据 看来这段时间 我对你们过于宽容了 你见过这么憋屈的公主吗 不仅被吓人们看不起 他们甚至还有恃无恐地敷衍了起来 卡依娜知道自己果然被小看了 这群人以为只要去迎合她 就能够随意摆布公主 甚至还用这么明显的谎话来敷衍她 就算卡依娜努力变得和以前不一样 学会控制情绪和理性思考 但有一点她至今没有改变 她可是天生的恶女 另一边 希丽艾发泄着对卡依娜的不满 她以为处理宫中事物很简单吗 成为太子妃后一点一点的学习 直到成为皇后时 才能手握掌管宫中事物的权利 公主这个不懂事的丫头 根本没有资格掌管宫中的事物 而且听说公主还选了四个年幼无知的侍女服侍她 她就算没有脑子也该有个度吧 这简直一无是处 希丽艾还在想着 等雷杰普回归之后 卡依娜就不能这么嚣张了 然而这还没能实现 贝拉就来到了她的面前 希丽艾夫人 公主殿下找您 路上 希丽艾还在吐槽着卡依娜 丝毫没有身为公主的觉悟 不过公主为什么突然找自己呢 而且这还是前往厨房的方向 难道厨师长那个蠢货被带住了吗 如果真的被发现 那么自己就把过错全都推给厨师长好了 不能因为那些傻子而把自己连累进去 然而等到了厨房之后 眼前的一幕让她惊呆了 公主殿下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厨房怎么乱成了这样 卡依娜灿烂一笑 希丽艾你来得正好 我正命远搜查马车呢 厨师长见帮手来了赶紧大喊 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您为什么无缘无故就把我抓起来 卡依娜的脸上依旧是无辜的笑容 我当然不会无缘无故地把你抓起来 来人 把东西都倒出来 看着倾泻而出的石头 厨师长依旧死不承认 肯定是有人陷害我 然而话音刚落就吃了卡依娜一巴掌 你身为总厨师长 不仅贪污国库里的钱 现在还敢蔑视皇祖 把所有与此事有关联的人员全都关进监狱 切记要仔细审问每一个人 我会时刻监督你们的工作 希丽艾觉得大事不妙 可是这丫头觉得自己无法无天了吗 自己一定要趁这个机会好好教育她 这是我见过最嚣张的侍女 面对公主不仅趾高气扬 还说要教训公主 公主殿下 您不能没有事前通知 就突然要监督下属的工作 您这样会让那些忠诚的下属感到寒心的 卡依娜笑了 你说的对 侍女长真不愧是众人学习的榜样 我没考虑到的部分你都帮我指出来了 希丽艾还真以为卡依娜在夸她 竟然还沾沾自喜起来 自己帮忙忘风的这件视觉不能被发现 否则名誉会严重受损 自己可是宫里的模范侍女 不曾想下一秒 卡依娜就开始放大招 侍女长你的眼光可真不错 看来皇宫里的俸禄比我想象中还多呀 你身上带的饰品都是从哪里来的 希丽艾表示这是自己收到的礼物 而且还有证书呢 卡依娜觉得面前的人真是愚蠢至极 曾经试图侵略我们国家 在数年前灭亡的马德雷纳王室的十六十二环 计划暗杀皇族的波林家族的红宝石戒指 你一个侍女长收到的礼物 竟然是这些逆臣贼子的首饰吗 一介叛贼居然敢明目张胆地在皇宫里溜达 立刻逮捕造反之人吧 希丽艾听完后瑟瑟发抖 自己可没有造反了 卡依娜弯腰靠近她 我知道你为皇室付出了很多 如果怀疑你的忠心 你肯定会觉得委屈 所以我会慢慢调查这件事 查明真相还你清白 接着便开始吩咐下属 对希丽艾的家族进行扣押搜查 厨房风波过后 贝拉跪地求罚 因为她的愚蠢差点让公主蒙凶 还让奥利维亚陷入了危险 卡依娜觉得他们今天的做法确实莽撞了 可狡诈之人正面对抗 他们是会吃亏的 卡依娜不希望他们俩受到伤害 值得庆幸的是 他们俩的判断是正确的 他们确实犯了罪 而且还是贪污国库的重罪 他们做得很棒 贝拉这时想到了一件重要的事 自己当时把这件事汇报给国王时 国王让她好好辅佐卡依娜 卡依娜笑了起来 她要好好想想自己该向国王要什么赏赐 以及应对雷杰普的措施 不过希丽艾的饰品证书是黑是伪造的 叛徒家族的饰品 普通人是分辨不出来的 幕后之人一定是想利用完他之后直接除掉 能做出这种事情的人只有一个 那就是海英里希大公子 你敢相信吗 作为一个私生子 却拥有皇位继承权 就连黑师也掌控在他的手里 是女长和厨师长 只是被收买的奸细中的一部分 皇宫里肯定还有很多的奸细 卡依娜对此很是头疼 又多了一个要对付的人 而且里希这个家伙可不好对付 另一边的豪宅外 虽是深夜却灯火通明 一个女人鬼鬼祟祟的在门口东张西望 基德雷府还是一如既往的华丽 狐烈府的名号果然名不虚传 他拉了拉门口的绳子 很快门前便出现了阶梯 女人一步步走下去 他缓缓地摘下斗篷 这个女人正是侍女安妮 他气喘吁吁地表示自己有公主府急报 眼前的基德雷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等待着他的下文 当初是为了以防万一 才在公主府里安插了眼线 结果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急报越来越多 找好位置坐下的安妮 把今天卡依内去中央厨房的事告诉了基德雷 基德雷思考着 奥利维亚入宫 厨师长贪污 侍女长被扣押搜查 还有皇帝很支持卡依内的行为 公主到底是通过了什么方法 才获得了这些信息呢 安妮继续说道 最近公主经常阅读各地的邮寄 说想查看一下下级休养病 之前联系的如母也还没有回心 基德雷在心里计划着 科洛夫人如果重回皇宫 应该会担任侍女长的这个职位 到时候也要派人监视一下她 安妮又想到了一件事 那就是昨晚雷杰普皇子去了公主的房间 虽然她被软禁了 但似乎皇子的寝室里有密道 当时公主的房间里传出了很大的响声 基德雷估计俩人这次谈话肯定不愉快 雷杰普肯定是带着怨恨去找卡依内的 虽然不知道他们具体聊了什么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卡依内已经成功说服了雷杰普 看来需要打听的消息越来越多了 卡依内公主真是不简单呀 她的每一个行动都会让皇宫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在这时安妮又开口了 只见她眼睛一闭 大声喊道 我昨晚偷听到 公主说她真心的希望 您能和奥利维亚小姐有个好结果 基德雷听完后顺时怒气冲天 她看向一旁的手下 巴斯 有什么能让我和公主偶遇的办法吗 你见过这么疯狂的皇子吗 竟然想要拉拢亲生母亲的情敌 还想要保护她 杰诺对此很不满意 请您再重新考虑一下吧 您为什么要拉拢凯特林呢 她可是个很危险的人 雷杰普反问道 有什么危险的 杰诺又搬出了以前的套路大海 这样您的权力会更容易被抢走的 雷杰普看着她 你的意思是 我手上的权力肯定会被凯特林的儿子抢走吗 杰诺继续说道 凯特林如果成为了皇后 她的儿子将会是正统嫡系 那些支持您的势力都是保守派贵女 您的处境就会很危险 话还没说完杰诺就被痛击 该死的正统嫡系 不管凯特林怎么嚣张 最后坐上皇位的人一定是我 我看见你就烦 赶紧滚吧 被赶出来的杰诺咬牙切齿 雷杰普已经逐渐脱离掌控了 而此刻的雷杰普回忆起了凯伊娜 他说他想要的是自由 雷杰普叫来了手下贾米尔 让他把凯伊娜的肖像话 分发到全国各地 尤其是和外国接壤的陆地以及港口 确保村庄里的流浪汉也要认得凯伊娜 这件事解决了之后 那么就只剩下结婚这件事了 雷杰普灿烂一笑 凯伊娜黄姐 我绝不允许你从我身边逃走 贾米尔这时也和雷杰普禀报 公主殿下现在正在整治宫中各部门的罪 不仅有侍女长和厨师长 还有众多其他的工人也在受罚 雷杰普脸瞬间黑了 凯伊娜竟然想要铲除她的势力 而且她还把科洛照进宫里了 这样一来 空下来的侍女长一直肯定会让科洛来担任 这个可恶的女人 曾经处处妨碍着她和凯伊娜交好 所以雷杰普当时故意诬陷她 害她被流放 当初好不容易赶择了那个女人 现在绝对不能让她回宫 她肯定会想办法挑拨我和黄姐的关系 所以雷杰普果断命令贾米尔 去把科洛处理掉 让她永远都来不了首都 眼前这个一脸天真的金发少女 号称东部第一大美女 她和旁边的女人被赵进宫来当侍女 朱利亚环顾着四周 皇宫里怎么乱糟糟的 还有旁边的这个女人 不仅长得很凶 而且还十分沉默寡言 朱利亚打量着苏珊 虽然她的确是个美人 但依然不如我漂亮 我可是帝国东部第一美女朱利亚 当时朱利亚得知自己被选为公主府 是女时 别提有多开心了 自己终于要远离东部的丑男 去往繁华的首都了 到时候不仅可以参加华丽时尚的茶话会 还可以穿最新潮的裙子 结识很多优雅的贵族 朱利亚光想想就觉得已经很幸福了 就在这时贝拉来了 她微微行李 举手投足之间很是优雅 俩人跟在贝拉身后 现在他们要去参观皇宫 朱利亚知道贝拉是上次大患血终 唯一一个留下来的高级侍女 她看起来冷冰冰的 脸上也没有笑容 给人一种压迫感 朱利亚想到自己以后要和这样的人共识 心里就有些胆怯 得知奥利维亚已经来了之后 朱利亚有些惊讶 想必是因为家里没权没事 所以要靠这种方式来讨好公主吧 朱利亚是在暗中调查的时候 第一次知道了这个家族的名字 没钱没事的首都贵族居然 和基德雷传出绯闻 不过听说基德雷大人是个超级大帅哥 朱利亚不免心花怒放小鹿乱撞 贝拉告诉两人以后要会见公主 让他们梳妆打扮好了之后就告诉她 千万不要太久 回到房间的朱利亚瘫倒在床上 还以为能受到隆重的欢迎呢 真是太让人失望了 不过这里的房间还是不错的 自己这个在帝国东部的第一美女 没想到在首都也是 本以为皇宫里都是大美女来着 梳妆打扮了一个小时之后 朱利亚终于啃出门了 门外的苏珊早已在等候 她缓缓开口 你准备的还挺快的 我以为你这是要参加舞会呢 没过一会 贝拉就过来了 看到了这火药味十足的场面 这俩人简直就是两个极端 贝拉顿时开始想念奥利维亚 路上朱利亚询问贝拉 宫里这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贝拉解释道 公主殿下忙着对宫中的不正之风进行整治 很快就会回到正轨 到那时候两位再开始慢慢学习处理个项事物吧 很快几人便来到了会客厅 当朱利亚见到卡依奈时 她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因为和眼前这个人相比 自己就是一个妥妥的土包子啊 这个女人号称东部第一美女 然而在帝国第一美女面前 她觉得自己被秒成渣渣了 卡依奈询问道 杰诺侯爵斧最近应该很忙吧 感谢你能在这个时候进府当侍女 朱利亚激动地表示 自己一直很向往皇宫 所以能够来到这里自己很开心 而且其实家里都是哥哥们负责干活 所以自己一点也不忙 卡依奈又关心了一下苏珊 你的父亲最近身体还好吗 他如果能够来参加我的成年礼宴会就好了 苏珊并没有朱利亚这么热情 她淡淡地表示自己会写信告诉父亲 这个冷漠的态度让贝拉很不喜欢 虽然朱利亚小姐略显轻浮的态度让人头疼 但是苏珊小姐有点过于冷漠了吧 奥利维亚果然与众不同 她是侍女中唯一一位出生在守护 而且熟知宫中里一个人 就在贝拉思绪万千时 卡依奈让她介绍一下宫女的职责 工作心强的贝拉直接满血复活 她亲了亲嗓子道 宫女主要负责服侍以皇帝陛下为首的皇室成员 你们两位是宫主殿下的专属侍女 以后会成为宫主府的高等侍女 卡依奈觉得贝拉讲的已经很清楚了 便让俩人先回去休息了 回到房间的朱利亚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 为什么会这样 她本以为自己会穿着漂亮的领服 撑着宫主的遮阳伞参加各种聚会 而且自己成为首都第一美女的梦想也扩灭了 卡依娜才是名副其实的首都第一美女 不仅如此自己还要负责服侍公主 为什么要让她做这些啊 让那些低级侍女去做不就好了吗 就在这时 安妮冒了出来 您就是朱利亚小姐吧 您果然如传言一般是个美人呢 三两句话安妮就被朱利亚夸迷糊了 朱利亚只觉得这个侍女很有眼光 安妮继续说道 您还不知道自己负责哪部分的事物吧 我向您介绍一下 您负责管理公主殿下的膳食茶点以及药物处方 朱利亚懵了 自己不会做饭 而且也没有一点医学知识 自己怎么可能处理好这些事物呢 身为帝国东部第一美女 竟然要伺候公主 朱利亚觉得自己要疯掉了 她要负责这么多东西 那其他人呢 安妮解释道 贝拉负责行政和教育 苏珊负责管理礼服珠宝 奥利维亚负责招待客人 举办宴会对外交际等事物 朱利亚越听越心动 宴会什么的她最喜欢了 奥利维亚简直可以说是站在首都社交际的中心了 对外交际这种事应该由外貌出众的人来负责才对 既然他们家族没钱没事 自己去求求哥哥应该可以把职位互换吧 然而安妮却直接了当地告诉她 这样做绝对不可以的 这些是公主殿下直接任命的 如果想要交换 需要直接向公主申请 不过这些都可以慢慢学 您不用担心 然而朱利亚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就连苏珊负责的事物也比她的好 公主是故意的吗 安妮叹了口气 朱利亚根本不知道这项事物有多重要 不在乎任务的重要性 去光鲜亮丽的工作 公主殿下为什么会把这种人选为高级侍女呢 安妮真的想不明白 朱利亚则越想越郁闷 自己来皇宫又不是做饭的 她拥有惊人的美貌和傲人的家世 还有公主侍女的这个头衔 简直就是最完美的新娘人选 自己还以为能在这里遇到理想性 然后与她共赴爱河呢 比如说和基德雷大人来一场浪漫的邂逅之类的 就在这时一旁的侍女提醒到 皇子殿下也在皇宫里 您可以和她有一个浪漫的邂逅 她竟然是卡依娜的弟弟 那她长得肯定也很帅气 侍女们进宫之后 时间依然如往常一般飞速流逝 厨房事件落下帷幕 腐败之风消散 清廉之人被围以重任 卡依娜给予了这些人相应的权利 并且对他们进行了奖赏 宫里渐渐出现了卡依娜的夸赞声 雷杰普才被软禁了五天 卡依娜就已经完全掌控住了宫中的各项树 就在这时被拉传来消息 基德雷公爵为了庆祝卡依娜成年 准备在皇家学院建一栋新楼 还想邀请公主一起讨论这栋楼的用途 卡依娜觉得她一定是疯了 为了见自己竟然故意建了一栋楼 这个男人到底在想什么 这是什么奇葩剧情 男主和女主的婚事竟然倒吹了 而且女主还很开心 奥利维亚看着父亲寄来的信 嘴都要咧到后脑勺了 因为信中写道 奥利维亚和基德雷家族的婚事落空了 就在这时被拉来了 她的脸上满是疲惫 然而眼睛却闪烁着光芒 有奋斗目标并未知拼尽全力的人真的很美 奥利维亚自我怀疑起来 她自己也会像贝拉一样 遇见自己的伯乐吗 也许 卡依娜公主就是自己的第一位伯乐 一杯咖啡下肚之后 贝拉开口了 公主殿下的客人突然要来 所以决定尽快对你进行培训 让你去接待她 奥利维亚有些不解 为什么要对她进行单独培训呢 而且他们好像都很希望自己去接待这位客人 得知这位客人是埃文基德雷之后 奥利维亚觉得压力山大 自己刚刚得知婚事告吹 却要去接待埃文 公主殿下为什么会下达这样的指示呢 这种有可能会留下后患的事 绝不能就这样答应了 如果是公主殿下的命名 自己定当遵从 但是在此之前 自己必须要见公主一面 房间里 卡依娜正在处理着宫中事务 看到奥利维亚来了之后 卡依娜就知道 贝拉已经和她说了那件事了 奥利维亚开门见山地表示 自己能力不足 对于那件事或许很难胜任 卡依娜给她加油鼓励 别担心 你这么聪明伶俐不会犯错的 奥利维亚继续说道 公主殿下应该知道 我和基德雷大人的婚事已经取消了 卡依娜冷汗直冒 奥利维亚也太直接了 自己刚刚一直忍住没说 是怕说出来之后尴尬 不过现在不说是不行了 卡依娜缓缓开口 你既然成为了我的侍女 那放弃婚约就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你并不觉得这件事很可惜吧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我曾经因为爱慕基德雷大人 被极度蒙蔽了双眼 还羞辱折磨过女 卡依娜弯下身子 我为我的错误行为向你道歉 对不起 以前那个喜欢当众羞辱人的恶女 竟然弯腰道歉了 奥利维亚惊讶地捂住了嘴巴 帝国唯一的公主怎么能去身做这种事 她连忙握住了卡依娜的手 表示之前的是自己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卡依娜笑了 奥利维亚还是一如既往的善良 重生前 因为基德雷家族资助了奥利维亚的家族 所以卡依娜对她有很强的嫉妒之心 每次遇见奥利维亚 都会折磨她让她当众出口 最后愚蠢的卡依娜被雷杰普利用 偷偷毒害了奥利维亚 但是之后她通过魔法之力复活 重生之后的她不仅没有责怪卡依娜 得知卡依娜被雷杰普利用之后 反而为卡依娜感到惋惜 当然 现在的奥利维亚根本不知道这些事 卡依娜整理好了心情坦率地表示 自己以后会和更好的男人结婚 所以就不聊基德雷的事了 奥利维亚听后笑了起来 公主怎么可能会跟其他男人结婚呢 这应该只是个为了让她安心的借口吧 接受了这项任务的奥利维亚会见了基德雷 她并不了解这个坐在她面前的男人 自己只知道基德雷有着一头黑发和血红的眼眸 是个十足的绅士 她是资助奥利维亚家族的人 同时也是今天和奥利维亚取消婚约的人 公主还说过 基德雷大人喜欢喝浓一点的红茶 基德雷能尝得出来 这杯茶是用上次自己送给她的红茶泡 奥利维亚并不知道她喜欢喝这种浓一点的红茶 一定是公主告诉她 柔顺的褐色秀发 平静温和的绿色眼眸 之前在谈论婚事的时候 基德雷看过她的笑像话 所以对奥利维亚还是有些印象的 让她来接待自己 这一定是公主的意思 卡依娜曾说过 她希望奥利维亚能和基德雷有个好结果 基德雷一方面觉得卡依娜要讨好她 另一方面又觉得卡依娜对自己真的不感兴趣 基德雷发现 自己真的猜不透卡依娜在想什么 奥利维亚缓缓开口 公主殿下说她会晚一点的 请您谅解 公主殿下最近为审问犯人等事物忙得不可开交 我还听说您给皇家学院捐了一栋楼 等待的间隙 一直都是奥利维亚在说话 基德雷只是淡淡地回复几个字 这让气氛很是尴尬 如果绅士的标准是不纠缠女性 那这个男人确实是标准的绅士 不过如今他这让人尴尬的举功 怎么能称得上是绅士 难道是因为自己之前差点和他订婚 所以他才这么尴尬吗 奥利维亚果断起身 如果您觉得和我在一起很尴尬的话 我可以帮您叫其他侍女过来 小说里的男女主角 竟然对彼此好感度为零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基德雷冷淡地看了奥利维亚一眼 立刻表示不用 是自己失礼了 然而他的好感分已经全无 奥利维亚从一开始就感受到 这个男人对他并没有好感 虽然他没有表现得很傲慢 但还是让人觉得心里很不舒服 公主殿下为什么会喜欢这个冷漠的男人呢 就在这时 卡依娜来了 她还是一如既往的精致美丽 奥利维亚松了口气 还好公主殿下来了 卡依娜环顾着四周 视线停留在桌面的茶杯上 基德雷看到卡依娜后立刻站起身子 表情也变得狗腿起来 卡依娜灿烂一笑 准备得很完美 我果然没看错人 奥利维亚你做得很好 基德雷见自己被忽视 赶紧前来行李 卡依娜打量着基德雷 基德雷大人 听完后异常开心 因为这个发型是她一手打造的 把刘海放下来才能显年轻 基德雷有些害羞的询问 这个装扮不适合我吗 卡依娜回答道 特别适合你 我更喜欢你今天的样子 基德雷拉起卡依娜的手 刚要行一个亲吻领 但是卡依娜却发现自己没戴手套 她手忙脚乱的想要抽回手 但基德雷却亲吻了她的手背 卡依娜惊讶地捂住了嘴巴 心里还有些害羞 上次也是这样 今天她为什么又这样做 难道她被自己抓到什么把柄了吗 还是说自己不小心得罪到她了 奥利维亚弯腰告退 卡依娜刚想劝阻 没想到基德雷却这样说道 那就下次再见吧 奥利维亚小姐 卡依娜只觉得两人之间的氛围很是奇怪 他们终究会成为一对 所以卡依娜还特地让他们补处 这样就能自然而然产生感情 不过现在这个情况来看 自己把这件事好像想得太简单了 奥利维亚走后俩人坐了下来 得知新楼要以卡依娜的名字命名之后 卡依娜吓了一跳 基德雷是第一个不送礼服珠宝 而是送给她名誉的男人 如果是以前卡依娜肯定不会懂 但是这份礼物代表着艾文对自己的肯定 所以卡依娜欣然接受了 见卡依娜这么开心 基德雷询问道 那要不要再建一栋 为了建到公主一面 她特地建了一座大楼 为了让公主露出笑颜 她还提议要多建几栋 卡依娜觉得今天的基德雷未免过于热情 她连忙拒绝了这个提议 基德雷思考了一回说道 卡依娜如遭雷击 这个男人今天是怎么了 但她却只能客套地表示 基德雷大人能为自己花这么多心思 自己已经很感动了 谁知基德雷听完之后 竟然露出了害羞的微笑 还说卡依娜开心就好 卡依娜老脸一红 就算她是男主人公 也没必要长得这么帅吧 艾文基德雷的确是一个美男子 自己刚刚竟然心动了 就在卡依娜出神之际 基德雷的话换回了她的思绪 殿下来决定新建大楼的主要用途就好 卡依娜连忙表示这个问题以后再说 今天她来找自己是为了什么呢 谁知基德雷竟然单膝跪地 还牵上了卡依娜的手 因为我想见你 这让一旁的巴斯直接喷茶 表达情感要循序渐进啊 哪有人一上来就这样说的 虽然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很重要 但是主人这种过于直率的表白方式 真的不可取啊 卡依娜假装没听到 礼貌微笑后询问 您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 基德雷神色暗淡 原来 卡依娜认为我和她之间没有任何可能 还是先回答她的问题吧 基德雷缓缓开口 我的婚事已经取消了 我想来问问您接下来的计划 卡依娜让下人都退下后说道 其实我的目的很简单 为了达到我们目的 我需要你帮我安排一个丈夫 基德雷如遭雷击 这是什么要求 既不是让她成为那个丈夫 也不是让她帮忙介绍男人 而是要安排一个丈夫 卡依娜继续说道 一个不存在的假想丈夫 拥有权力和财富的虚构人物 我要和她结婚 基德雷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 公主殿下 您之前不是喜欢过我吗 这个是事实没错 但对于卡依娜来说 只不过是几十年前的一个爱情故事罢了 卡依娜沉默许久始终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之后便表示自己已经彻底放下她了 基德雷也明白 自己对以前的卡依娜确实很厌恶 但是现在 她已经没有那种厌恶的感觉了 那个曾经对公主不屑一顾的男人 此刻却已经沦陷 基德雷并不排斥和卡依娜在一起 无论是近距离地搀扶她 还是亲吻她的手背 都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 而且在她的身边 基德雷会感到心情很愉悦 她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让人觉得很温柔 走在她身边时 总会有一股甜甜的香气萦绕在鼻尖 基德雷只想一直陪在她的身边 只不过她为什么要和假想的人结婚呢 卡依娜眼中寒光显露 因为假想的人不会被毒死 这是能够摆脱雷洁普唯一的办法 也是逃离首都最完美的办法 卡依娜并不想和别人结婚 毕竟自己无法确定 和自己结婚的人是不是疯子 即使不是 雷杰普也会杀死她 因为雷杰普会不停地利用卡依娜 为她谋取利益 在第一世的时候 雷杰普还打算把卡依娜送给李希 暗地里一直流传着公主的外号 皇子的提线木偶 所以这一世 卡依娜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所以她需要基德雷的帮助 所有的事情只有在基德雷继承了爵位之后 才有可能实现 卡依娜记的小说里有个时间点 基德雷公爵夫妇的离婚诉讼程序已经走完了 公爵这个上门女婿回了她的本家 卡依娜总觉得对她的惩罚太轻了 毕竟她是导致这个加之力破碎的罪魁破手 小说中没有具体描写 所以卡依娜只知道公爵是在基德雷小时候出轨了 视线被基德雷发现 卡依娜只好随便胡周了个借口 表示今天的衣服很适合基德雷 谁知基德雷却微微一笑 我觉得殿下也是如此 这帅气的脸庞加上温柔的嗓音 卡依娜只觉得小鹿乱撞 她最近越来越会说话 为了防止自己沦陷 卡依娜起身表示自己要离开了 基德雷走到了她的面前 和我在一起会让您感到不舒服吗 卡依娜摇了摇头 基德雷询问道 那你为什么总是躲着我呢 卡依娜觉得基德雷今天很反常 她不是讨厌和别人有身体接触吗 卡依娜解释道 我只是不想让你感到不舒服 基德雷温柔极了 我并没有觉得不舒服 只是您一直躲着我 让我觉得很难过 卡依娜也不好再说什么 而是搂着她的手臂 和她一起离开这里 冷酷英俊的外表下 却隐藏着一副伤痕累累的身体 基德雷公爵家族的领地 紧挨着别国的国境线 所以经常由野蛮族来侵略 这些野蛮族跨过了西部国境线步步紧逼 基德雷从小刻苦训练 到了可以上战场的年纪时 凭借自己的能力灭掉了野蛮族 巴斯原本只是雇佣兵 后来偶然成为了公爵家族的侍从 一开始他觉得这个家族的少爷很讨人厌 但是在战场上 他却是大家的定心丸 如果不是基德雷 他早就死在战场上了 虽然主人身上很多伤疤 但他好像并不在乎 埃文基德雷 这是一个曾经另野蛮族文风丧胆的物人 战场上的他冷血无情 就像一个没有慈悲之心的战神 他只会无情地挥动着手中的剑 一心只知道杀敌 他无论学什么都很快 但是性格沉默寡言常常面无表情 如此高冷的基德雷 居然迎来了春天 基德雷看着面前的宝石 这颗宝石很像卡依娜公主的眼眸 就在这时杰里米求见 他带来了有关吉利安的调查结果 杰里米神色凝重 主人已经很久没让他去调查别人 毕竟他从小就对外界的事物不感兴趣 很久之前 基德雷公爵府是个阴森又凶险的地方 公爵夫人为了把年幼的埃文培养成合格的接班人 对他严格管教 而他的父亲从某天开始 因为郁郁不得志而酗酒 整个人变得暴躁一幕 那年 基德雷刚满十岁 他用所有的零花钱买了礼物 送给生日的父亲 却被父亲砸了头 黑头发红眼眸 我看着就烦 这该死的基德雷家族的血脉 赶紧从我眼前滚开 而基德雷则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 从此对父亲彻底失望了 然而这只是不幸的开始 后来完美的继承人埃文基德雷 得了不治之症 身体状态变差经常呕吐 所有的医生诊断后都说他的身体没有异常 公爵夫人因为此事感到无比愤怒 他杀死了众多的医生和庸人 鲜血染红了整个家族 在公爵夫人的愤怒快要达到极点的某天 基德雷表示自己没事了 虽然大家都不相信 但是为了不被殃及 都只好沉默 将公主囚禁在家中暴力殴打 甚至一气之下还将其杀死 这个男人到底有多变态 杰里米回过神来后立刻向基德雷汇报 虽然早就预想到 吉利安干了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 但是杰里米却没想到他肮脏到这个地步 过去五年和吉利安交好的贵族们品性恶劣 他们之间还建立了专属于自己的绅士俱乐部 烧杀抢掠权都沾染 吉利安家族不仅是基德雷家族的家臣 而且手握军马产业 所以不太好动他 毕竟基德雷家族的核心兵力是骑兵 还有听说他最近经常缠着公主殿下 为了成为驸马 他最近跟两位皇位继承人后不走得很近 吉利安家族手握军马兵权 所以不论是皇子还是李希对他都很有兴趣 基德雷听完脸都黑了 这种垃圾难道不应该趁早清理掉吗 去把它处理掉吧 杰里米面露南色 这种有实力的贵族是不能对其这么做的 更何况他还是基德雷家族的家臣 好在基德雷已经反应过来了 他表示自己只是随口一说 还是继续监视吉利安吧 杰里米只觉得今天的主人很不一样 难道是因为吉利安纠缠公主 所以他才会这样吗 时间过得很快 卡依娜的生日即将来临 卡依娜询问贝拉邀请函有没有制作出来 贝拉表示已经制作出来了 说着还给卡依娜递去了样品 卡依娜看着手中的邀请函赞叹不如 不愧是宫廷画家制作的 贝拉看着卡依娜如此满意的神情也沾沾自喜 殿下的生日宴会可是代表着社交季的开始 从宴会上的菜单 到宴会场的庸人分配 还有交响乐团要演奏的曲子 一切都要准备得很完美才行 卡依娜也有着自己的打算 宴会举办得越成功 驸马之争才会越激烈 到时候自己就可以和假想丈夫一起逃跑了 对了 有关于艾文基德雷的邀请函该怎么写呢 是简洁点还是语气冷漠点呢 自己曾经也给基德雷写过信 回想起之前狂热露骨的内容 卡依娜很是羞涩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 卡依娜终于写好了信 之后将信地给了奥利维亚 他需要奥利维亚去帮忙送信 小说中的男主见到了女主 原本是官方原配的他们却互相看不顺眼 基德雷拿到了卡依娜的信后激动不已 他的手抹撒着信 卡依娜之前也有给他写过很多情书 当时的他一点也不想收到这些信 但是现在的自己却如此开心 一旁的奥利维亚很是满意 冷酷的基德雷大人竟然露出了微笑 看来俩人有戏 一旁的杰里米正在查看日程表 毕竟公主殿下要和主人见面 谁知基德雷秒回 表示两天后就可以见 杰里米一脸问好 主人那天要去大教堂啊 他要去处理公爵夫妇离婚的相关事宜 基德雷此刻已经被快乐充斥了头脑 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吃顿饭 我来预约餐厅 杰里米震惊万分 主人竟然要亲自预约餐厅 接着基德雷害羞地表示 自己要去写回信 希望奥利维亚可以在这里等一会 基德雷拿起笔缓缓写道 亲爱的凯伊娜公主殿下 很高兴收到您的来信 期待两天后与您见面 凯伊娜看着眼前的信 这里面没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书信的内容解明乐要 简洁地表达了谢意 很符合基德雷一贯的作风 但是才是问题所在 凯伊娜猛然起身 自己竟然收到了基德雷的回信 凯伊娜只觉得难以适应 以前的他给基德雷写信的时候 他的态度是这样的 面对激动的凯伊娜 基德雷满脸厌恶 他只会淡淡地表示看完了 凯伊娜妈撒着手中的信 既然他写了回信 那么也就代表着我们之间稍微清静了吧 凯伊娜拍了拍自己的脸 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呢 必须要打起精神来 明天雷解谱的软禁就会解除 在那之前凯伊娜必须要完成一件事 自己要赶紧去找父皇要奖赏 也就是艾文基德雷通知西部的任命书 虽然这份权力一般只给公爵 但是他们的父母现在正在进行离婚诉讼 家臣们在他结婚之前 是绝对不会同意让他继承爵位的 如果皇帝赐予他西部统治权 那家臣们肯定也会认可艾文 她是帝国最漂亮的女人 同时也是皇室最没用的花瓶 不受父皇待见还被弟弟利用 然而现在的他却华丽逆袭 皇帝甚至给了他西部军事统治者任命书 还当众夸赞了他 一个人在短短几天内就把宫中事务管理的井井有条 卡依娜一脸灿烂地笑了起来 表示自己以后也不会辜负父皇的期望 离开了寝宫之后 卡依娜在路上听到了一阵吵闹声 他正想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奥利维亚解释道 刚刚可能是学生们在打架 他在这里读书的时候也经常发生这种事 就在这时一道叫骂声传了过来 你这家伙也不看谁来了 竟然敢在神圣的学院打架 男孩也不甘示弱地反驳 我平常打架的时候也没见你管 真实的校服都弄脏了 当卡依娜看到面前的男孩后彻底惊讶 柔顺的银发和晶莹闪烁的蓝色眼眸 还有凌厉的眼神和防备的态度 他就是凯特林的儿子伊德尔 在重生前 卡依娜因为雷杰普不喜欢这个孩子 所以他一次也没见过伊德尔 他的银发蓝眸和皇帝简直一模一样 小说中的伊德尔在得到基德雷家族的帮助之后 把雷杰普赶下皇位 成为了下一任皇帝 卡依娜隐约记得 因为父皇卧病在床 所以有很多人都欺负伊德尔 没想到这一次却被自己亲眼目睹了 看来集体群殴这件事情常有发生 见卡依娜盯着自己看 伊德尔不自在地大叫起来 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 被人顶撞卡依娜不怒反笑 她的笑容让伊德尔很迷惑 她是谁她到底在笑什么 而卡依娜则蹲了下来平视着伊德尔 你好我是卡依娜 伊德尔惊讶不已 她是公主 可她为什么会来这里 卡依娜不解地询问她 你和你朋友的关系好像不太好啊 他们都是高级贵族的子女 和他们友好相处 对你来说也有好处不是吗 伊德尔厌恶地转过头去 什么狗屁朋友 再说了我的视频 什么轮到你来管 卡依娜微笑起来 因为我是你的姐姐啊 伊德尔冷笑出声 一直以来她都被雷杰普 和海因里希的势力排挤 皇帝病倒之后 那些贵族的孩子经常来招惹她 她有事忍无可忍的时候 会把那些孩子暴揍一顿 虽然母亲不会责骂她 但这对家族来说 确实有一定的损失 也因为如此 母亲已经三年没换过新衣服了 欺负她的势力 竟然还在面前以姐姐自居 这让伊德尔很火大 就连卡依娜因为关心她的伤势 而伸过来的手 也被她怒气冲冲地拍掉了 你现在装模作样地关心 我有什么用 我不需要你的同情 而卡依娜的脸已经黑了下来 我想我该亲自教训你了 身为正宫的孩子们 现在他们却要拉拢母亲的情敌 杰诺此刻气急败坏 卡依娜这个可恶的女人 一边道貌黯然地否认 一边又在清理雷杰普的人 而且她竟然想把凯特林拉拢过来 就算卡特里的儿子背后 没有一点势力支持 杰诺也不允许 如果一直保持中立的 基德雷公爵家族和凯特林联手 后果将不堪设想 就在这时下属前来禀报 吉利安求见 杰诺根本不想见到这个疯子 不过她记得上次公主 和吉利安碰面的时候 脸色很难看 如果利用好这一点 就能把这两个讨人厌的家伙全部解决掉 房间里杰诺缓缓开口 您要把军马产业的股份分出来一点 这个提议真的很令人心动 吉利安子爵家族如果和皇室联手 绝对会给雷杰普皇子很大的注意 谁知吉利安却只是邪媚一笑 真的很抱歉 但其实我对皇室没有一点兴趣 驸马之位我也不需要 皇室内部的事物我也不想参与 我想要的只是卡依娜公主这个人 您应该知道 我是一个收藏家 我喜欢收集这个世界上所有美丽的东西 例如宝石雕像画作装饰品等等 而现在我遇到了人生中见过的 最美丽的存在 那就是卡依娜公主 看到她的第一眼 我的心里就涌起了强烈的占有欲 她将成为我最耀眼的一件藏品 杰诺只觉得这个家伙是个风格 但是表面却还是要附和她 公主明天要去访问皇家学院 吉德雷大人会陪她一起去 这件事让吉利安清津暴起 脸色十分难看 卡依娜只能是她自己的 埃文基德雷 那个在图书馆里妨碍了她跟卡依娜的小子 竟然还敢抱住卡依娜 乱刀砍死这家伙也不能平息吉利安心中的怒火 吉利安怒目原争 自己当时就应该杀死她 杰诺继续说道 您对教堂有了解吗 许多人不知道 教堂里有一栋房子 只要捐款达到一定金额 教堂就会提供房子的使用权 就算罪犯藏在里面 如果没有教堂的允许 外部人员也无法进去 也就是说 这栋房子是连皇室都无法轻易闯入的绝佳领域 拥有着一头独特引发的小政态 竟然惹怒了帝国最尊贵的公主 接下来迎接她的将是温柔的惩罚 卡依娜在架子前寻找着工具 伊德尔同学你准备好授罚了吗 伊德尔色索了一下 接着紧紧地闭上双眼 她要挨打了 然而下一秒 一块沾有酒精的棉花便碰到了她的脸 伊德尔尖叫出声 这惹得卡依娜笑了出来 有这么疼吗 伊德尔 伊德尔捂着连眼泪都出来了 你不是说要惩罚我吗 卡依娜脸上笑容灿烂 我这不就是在惩罚你吗 让你接受你最讨厌的皇室的帮助 对你来说就是惩罚呀 我知道你觉得这一切肯定很荒唐 我这个和你素未谋面的姐姐居然来照顾你 你的内心一定会充满怀疑 也许你会觉得我对你有所起伏 但是伊德尔我想对你说的是 当你弱小的时候 你可以去利用比你强大的人 即使你没有什么能力 也想保护自己的母亲对吧 那你就在变得强大之前接受别人的帮助 安静地等待 就算你再怎么讨厌 为了达成目的 你也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利用对方 放下自尊心去壮大自己的力量 顽强地活下去 就像他曾经那样 还有 抓住别人的元首生活下去也是另一种办法 我把能看见的伤口都上了药 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吗 伊德尔询问道 你为什么要帮我 我只是个数字而且还没有什么权利 卡依娜看着他 大人保护小孩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而且你还是我的弟弟 不过我看你已一抵我 他心事多余的 对了和你打架的那些孩子都受到了处分 学校会召开承接会 到时候他们的父母也会出席 伊德尔惊讶不已 那些学生都是被校长袒护的 没想到公主居然会为自己去出头 伊德尔没有兄弟姐妹 一直以来都是和母亲一起生活 不过因为自己周围有很多朋友 所以他并不孤单 可这一切在皇帝病倒之后都变了 那些所谓的朋友离他而去 母亲也每天被噩梦折磨 伊德尔从未想过要当皇太子 他只是想和母亲一起好好地吃饭 在学院里享受校园生活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那种他原以为化为泡影的生活 凯伊娜能帮他找回吗 而凯伊娜此刻也正头疼着呢 自己已经有了一个 即将要成为暴君的弟弟 没想到又来了个青春期弟弟 但其实让他最费心的 还是眼前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有多难缠 明明之前自己还对公主爱答不理 如今为了能见公主一面 甚至还见了一栋楼 见到了艾文基德雷凯伊娜很是疑惑 他怎么会到这里来 现在离约定的时间还早着呢 接着凯伊娜给艾文介绍起了伊德尔 表示这是自己的弟弟 艾文询问道 这是伊德尔吗 我听说他天生拥有强大的体力 和超强的爆发力 将来有望成为有名的刺客 艾文盯着伊德尔思索着 他还靠着这项 才能把其他贵族小孩都打倒 而且听说他的脾气不太好 不过在凯伊娜面前 却是一副乖巧的样子 凯伊娜听完后赞赏起了伊德尔 没想到他居然这么厉害 接着他表示约定的时间就要到了 自己要去准备一下 伊德尔握紧了拳头 最后凯伊娜还是会选择丢下他董药 和那些人没什么区别 谁知凯伊娜却牵起了伊德尔的手 温柔地微笑着 伊德尔 我们以后还会见面弟对吧 下次不要再叫我公主 叫我姐姐吧 我知道你在别人面前会很难叫出口 但是在私下里 我希望你能叫我姐姐好吗 你不要感到压力 你甚至可以在我面前撒娇 伊德尔紧领着双唇 原来他一直在敲内扇通向我的大门 安抚好伊德尔之后 凯伊娜和艾文前往了约定地 艾文感叹没想到凯伊娜和伊德尔关系居然这么好 凯伊娜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毕竟他是我的弟弟 我想对他友善一些 不过站在他的立场上 我这么唐突确实会让他觉得不舒服 凯伊娜回忆起伊德尔伶俐的眼神 里面满是警惕 那是他经历过数次背叛之后 对外界的不信任 可他毕竟只是个孩子 凯伊娜能从他的眼神中看出 在他这个年龄确实很需要帮助 想要靠近但又害怕被对方伤害的犹豫 凯伊娜希望他不要害怕别人的善意 不过伊德尔可能会觉得他在多管闲事吧 艾文认真的回答 不会的 如果公主需要我帮助的话 我肯定会特别开心和激动的 说着说着艾文已经来到了凯伊娜身后 还轻易地帮他摘掉了花瓣 凯伊娜静止往前走了几步 刻意和艾文拉开了距离 他尴尬地捂着头 这个男人未免也太直接了 还有眼前这个预约的餐厅 也让凯伊娜惊掉了大牙 确定这不是情侣约会的地方吗 因为被推开而变成可怜巴巴的小狗 这还是我认识的高卵公爵吗 就在刚刚 凯伊娜跟艾文拉开了距离 并且对于餐厅露出了犹豫的表情 艾文可怜巴巴地看着凯伊娜 您对这个餐厅不太满意吗 对着这张脸凯伊娜还能说出什么 只能夸艾文太有眼光 不过说实话任谁看 都会觉得他们是来约会的情侣 不过这个地方不像是艾文选 难道是别人推荐的吗 艾文坐下来后仔细思索着 凯伊娜的表情似乎有些尴尬 不过这也是情理之中 因为她也没想到巴斯竟然找到了这种地方 茂密成荫的绿植和沁人星体的花香 管弦乐团演奏着动听的乐曲 而她的身边 此刻坐着一位让世界名画都黯然失色的女子 艾文不由感叹道 我觉得这一瞬间很美好 我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和帝国最美丽的小姐坐在一起 凯伊娜也没想到 艾文竟然会说出这种奉承的话 艾文摇了摇头 这不是奉承的话 我第一次体会到和别人一起共度时光的欢迎 更让我感到愉悦的是 和我在一起的人是你 我现在特别开心公主殿下 是您改变了我 连我都觉得现在的自己有些陌生了 曾经 艾文对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感到索然无味 任何知识他都能迅速掌握 别人的表扬也积不起他内心的水花 他只是在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 那是激励他前进的只有责任和义务 当时的艾文应该不会想到 他的黑白世界竟然会变得如此绚烂多彩 和凯依娜见面当天的基德雷宅邸 沐浴完的艾文表示 今天要穿亮一点颜色的衣服 接着他有些害羞地表示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打扮他一下 这几句话让大家五雷封顶 大人竟然开始在意自己的穿衣打扮 由此可见今天的约会很重要 女仆们自信满满 他们今天一定要把大人打造成帝国最性感的男人 拥有着独特的银色长发和骇人气场 明明是男二号标配的男人 却只是一位猛夫 凯依娜才不会相信 而且这个马夫总感觉在哪里见过 寻常的马夫在搭话的时候是会紧张的 然而面前的这个男人却淡定自若 而且周围也过于安静 就像是已经被提前打点好了一样 凯依娜转过头来微微一笑 奥利维亚 我觉得军事任命书还是早点给艾文比较好 你帮我转交给他吧 我在马车里等你 奥利维亚离开之后 凯依娜开门见山地询问道 说吧你找我有什么事 男人还在假装马夫 表示自己要做的就是把凯依娜送到目的里 凯依娜盯着面前的男人 谁会把他当成敌人呢 雷杰普是不可能做出这种事的 最有可能的就是吉利安 而自己估计早已落入他们的圈套 周围没有一个可以帮他的人 这个男人游刃有余地掌控着局面 凯依娜不知道自己现在能做什么 感觉做什么都会对自己不利 目前能让这个男人露出破绽的方法 那就是挑衅他 凯依娜靠近男人缓缓说道 在奥利维亚回来之前 我们最好能把事情都解决了 男人低声笑了起来 之前只听说过公主的故事 没想到公主居然是这样性格的人 我亲自来见你看来是来对了 不顾自身安危 让侍女躲避危险 这催人泪下的牺牲精神 让我很是感动了 说完凯依娜的口鼻就被捂住了 男人还嘱咐下属要温柔点 她只是想让凯依娜暂时昏迷一会而已 凯依娜眼前逐渐模糊起来 她不能让事情这样发展下去 否则奥利维亚会有危险的 另一边 奥利维亚着急地奔跑着 她觉得这件事非常的奇怪 公主并不是会临时变卦的人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她最好转交完任命书之后就赶回去 然而就在这一瞬间 一道利刃朝她飞了过来 奥利维亚还以为自己要交代在这里 她尖叫着捂住脑袋蹲了下来 准备迎接自己的死亡 可是她却一点事也没有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是埃文赶来了 挡下这一击之后 埃文询问奥利维亚有没有受伤 奥利维亚没有忘记正事 她抓住了埃文的衣摆 求求你救救公主吧 公主好像出事了 阴暗的地牢里 凯依奈已经被囚禁了 而囚禁了她的人正是疯子吉利安 她阴沉着脸缓缓开口 公主殿下好久不见 明明是帝国最英俊最沉闷的男人 此刻却忽然打扮起了自己 因为她和公主殿下有个约会 记得雷宅邸一阵吵闹 为了能给凯依奈公主留下好印象 她任人摆布到了现在 属下真的想不通 凯依奈久久不能回过神 她这话是什么意思 自己改变了她 这话怎么越听越像告白 难道因为她的行为和原著有出路 然后导致故事走向改变了吗 因为自己改变了许多事 所以和埃文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吗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埃文告诉凯依奈 自己对她有一心间的好感 而且凯依奈对此并不反感 凯依奈捂住脸 试图平复激烈跳动的心脏 她告诉自己不可以这样 小说里 埃文牵奥利维亚手的时候 并没有感到很反感厌 他们俩的相遇是命中注定的 凯依奈觉得自己这样会妨碍到他们 现在拒绝还不算太晚 凯依奈缓缓开口 埃文大人 我虽然不知道你的具体想法 但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样的关系是最好的 你对我来说是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 也是可靠的帮手 而我则是受到你帮助的帝国公主 你也知道我们很难重新开始 因为中间经历了太多的事 埃文有些失落地低下了头 表示自己明白了 之后这场约会算是告吹了 凯依奈也有些头疼 这件事确实是她的错 她也没有立场去辩解 本以为一切事情都在计划中顺利进行着 难道自己失算了吗 就在这时奥利维亚发现了凯依奈脸色不太好 凯依奈表示自己只是有点累 她不敢直视奥利维亚的眼睛 因为她觉得自己无言以对 奥利维亚还以为她是在担心那群施暴的学生逃脱处分 所以她便开始安慰起凯依奈让她不要担心 现在施暴的学生都已经受到了停学的处分 凯依奈介入的这件事已经传出去了 大家都在说凯依奈今天来学院 是为了保护伊德尔 凯依奈点了点头 这也不算是件坏事 不过军事任命书还没有给艾文 原本打算让下人转交给她的凯依奈忽然一惊 面前的马夫原来就是这个人吗 恶女不作提线木偶第三季强势回归 上一季我们说到 艾文将凯依奈强行留在房间里 并进行了宣爱誓言 两人在缠绵一阵后 凯依奈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我现在没有恋爱的打算 我会利用你在一年内成为新的皇帝 艾文亲吻卡依娜的脚尖已是忠诚病说道 我会等着你把我抛弃的那一天 另外一边 雷杰普夺取皇位的计划也在有序进行 他让仆人将毒药掺在茶水中 他要让皇帝感受到痛苦 不能轻易地死去 凄惨地支撑着残破的身躯 正如他小时候受到的折磨那般 随后吩咐下属处理掉知情的女 卡依娜在得知父皇病情恶化后急忙赶来 他知道这是雷杰普开始行动 但是如果皇帝早早离世 那自己的计划就都将化作泡影 所以他要主动出击 他必须今天得到那个东西 卡依娜在进门后 脸色慌张地来到父亲身边 皇帝露出一脸轻松的表情 这都是小事 我就是有些累了 卡依娜一脸歉意说道 全都是我的错 怪我没能守在您身边 看着皇帝强撑的模样 他能看见 想同享铁壁一般坚不可摧的皇帝的漏洞 他必须抓住这个漏洞 随后卡依娜强忍住泪水 强势地对着下属说道 你们确定要没有问题吗 茶水检查过了吗 卡依娜拿起一旁的茶水一眼进 看着庸人们慌张的模样 卡依娜不慌不忙地说道 派人把药材配比从头到尾的检查一遍 你们立刻传令下去 看着如此强势且有条不紊的卡依娜 皇帝露出了赞赏的表情 卡依娜坐在皇帝身边继续说道 倘若皇宫里有对您心怀不轨在 都不应该让其活命 皇帝淡淡地说道 假如那个人是你弟弟 卡依娜冷漠地回道 就算是雷杰普 那也不可能放他一条生路 皇帝看着一向温顺的卡依娜 竟然变得如此强势霸道 他异常兴奋 他想看到的局面来了 联想到上次卡依娜处理国事的出色本贤 皇帝决定给他一个奖励 他当着众人的面发出圣旨 从今日起 卡依娜成为我的带领 权力终于到手了 这就是卡依娜最终的目的 他能掌握自己命运 最重要的钥匙到手 在得知雷杰普试图毒杀皇帝后 除所他的杰诺梅文斯 气冲冲过来质问道 这种事情 为什么不事先和我商量一下 这么草率的事情 您怎么就 还不待他话说完 雷杰普骑着马 撞倒了杰诺梅文斯 然后一脸冷静地说道 皇帝又没死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这句话让杰诺更加愤怒 这个愚蠢的王子 明明闯下这么大火 反而还如此理智气准 杰诺梅文斯继续质问道 雷杰普皇子殿下 您知道卡依娜公主 替陛下将茶喝了下去吗 这都是您一步行的造成的结果 等我成为宰相之后 再去杀皇帝也不迟 雷杰普淡默地看着他 杰诺梅文斯一直将雷杰普 当作是一个傀儡 他只想让梅文斯家族 成为帝国的新主 然而这一切幻想终将落空 雷杰普哈哈大笑并说道 我的皇杰已经得到了宰相之权 真遗憾 毕竟我也对你抱有很大期待 听说这是一度生命垂危的陛下的意思 杰诺心中充满疑问 皇帝为什么会突然做出这种决定 他紧紧抓住雷杰普慌张地说道 那现在可不是安然自得的时候 卡依娜公主 还不带杰诺话说完 雷杰普抓着杰诺的手腕问道 皇杰怎么了 这让杰诺有些猛逼 这家伙到底在搞什么 这个混蛋为什么这么冷静 这要是平时他肯定早就闹翻天了 这还是我认识的雷杰普皇子 雷杰普转身称赞道 皇杰果然了不起 他连皇帝的茶里掺了什么都不知道 就敢替皇帝喝下去 这种事你和我联想都不敢想 然后拍了拍杰诺的肩膀说道 被皇杰抢了位置你很气馁了 你在家把劲吧 此时杰诺心中很无语 这个让人起鸡皮疙瘩的解口 另外一边公主府内 卡依娜在得到十拳之后 并没有得意忘心 因为今后投向公主府的视线和关注指挥更多 而现在卡依娜并没有保护所 十拳之下没有力量 斯家族肯定会笼络领主来对我施压 毕竟他们企图让杰诺梅文斯成为宰相的计划出了差池 卡依娜自言自语道 要是我也有可靠的友军就好了 这时女仆提议道 要不您向艾文公爵大人求助 卡依娜想到了之前艾文向她表示忠诚的话 让我随时利用她 一想到那晚的事情 卡依娜的脸立刻变得通通 其实卡依娜不想一直给她添麻了 就在这时 一位女仆推开门慌张地说道 公主殿下 雷杰普皇子殿下现在正朝公主所人 上一集我们说到 卡依娜在得到宰相权利后 正在考虑要不要将艾文拉进自己阵营 此时雷杰普突然来访 卡依娜很清楚她的来意 自从卡依娜重生再次回到这个世界时 尽管知道是雷杰普不害了自己 却也只是对她心生怜悯 卡依娜以为自己能够原谅她 因为她是自己的弟弟 也是唯一的家人 当然这些都是卡依娜自以为的 雷杰普捧着一束白色玫瑰温柔的笑容 黄杰我们真是许久未见了 但是雷杰普所做的一切 让卡依娜无法再去理解和原谅 卡依娜面带微笑回应道 这段时间你过得还好吧 我听说你最近很久 来我这里有什么事情吗 雷杰普打句道 黄杰这话太让人伤心了 就算我在忙 能有你忙吗 你这一回功就得到了宰相之群 卡依娜淡淡地回道 你不也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吗 雷杰普平静地说道 可我不这样行 倘若你真当上宰相 守护在我身边的话 没有比这更踏实的事情 见卡依娜没有回应 雷杰普继续说道 其实我前几天收到了一封信 我觉得应该把她亲自交定 这封信的主人 就是黄杰的如母埃利班夫人 据说她是进宫前一晚 在府中自尽过 真是令人惋惜 是她放弃了本部属于她的位置 这又能怎么办吗 卡依娜此时已经无法冷静 因为自己的如母埃利班夫人 就是被雷杰普所害 她用力地摊开雷杰普 抚摸自己头发的时候 然而由于力气太大 导致将花瓶也打翻在地 割破了自己纤细的手腕 看着血流不止的黄杰 雷杰普单膝下跪 眼神温柔地说道 不如我将原意试埋在花坛里吧 或者将黄杰 视你的眼睛弄下比较好 卡依娜发现自己 根本无法理解雷杰普 她平静了一下情绪说道 我不想制造混乱 你能理解吧 雷杰普点了点头 表示我明白 我都听黄杰的 在雷杰普走后 女仆奥利维亚走了进来 刚想去教育医 卡依娜阻止了她并说道 你现在去给哈梅尔伯爵传话 告诉凯特琳 我今晚有紧急的事情 奥利维亚担忧地说道 晚上赶夜路会有危险 要不您干脆明天一早再出发吧 卡依娜神情紧张 晚一天都不行 我必须瞒着所有人走这一趟 以后我身边的视线会越来越多 如果我白天过去 肯定会被人抓住拔不 所以我绝对不能错过今晚 恶女不作提线木偶 第三季强势回归 上一季我们说道 艾文将卡依娜强行留在房间里 并进行了宣爱誓言 两人在缠绵一阵后 卡依娜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我现在没有恋爱的打算 我会利用你在一年内成为新的皇帝 艾文亲吻卡依娜的脚尖以示忠诚 并说道 我会等着你把我抛弃的那一天 另外一边 雷杰普夺取皇位的计划也在有去进行 他让仆人将毒药掺在茶水中 他要让皇帝感受到痛苦 不能轻易地死去 凄惨地支撑着残破的身躯 正如他小时候受到的折磨那般 随后吩咐下属处理掉知情的女 卡依娜在得知父皇病情恶化后急忙赶来 他知道这是雷杰普开始行动 但是如果皇帝早早离世 那自己的计划就都将化作泡油 所以他要主动出击 他必须今天得到那个东西 卡依娜在进门后 脸色慌张地来到父亲身边 皇帝露出一脸轻松的表情 这都是小事 我就是有些累了 卡依娜一脸歉意说道 全都是我的错 怪我没能守在您身边 看着皇帝强撑的模样 他们看见 像铜墙铁壁一般坚不可摧的皇帝的漏洞 他必须抓住这个漏洞 随后卡依娜强忍住泪水 强势地对着下属说道 你们确定要没有问题吗 茶水检查过了吗 卡依娜拿起一旁的茶水一而进 看着佣人们慌张的模样 卡依娜不慌不忙地说道 派人把药材配比从头到尾的检查医 你们立刻传令下去 看着如此强势且有条不紊的卡依娜 皇帝露出了赞赏的表情 卡依娜坐在皇帝身边继续说道 倘若皇宫里有对您心怀不轨 都不应该让其活命 皇帝淡淡地说道 假如那个人是你弟弟 卡依娜冷漠地回道 就算是雷杰普 那也不可能放他一条生路 皇帝看着一向温顺的卡依娜 竟然变得如此强势霸道 他异常兴奋 他想看到的局面来了 联想到上次卡依娜处理国事的出色本贤 皇帝决定给他一个奖励 他当着众人的面发出圣旨 从今日起 卡依娜成为我的带领 权力终于到手了 这就是卡依娜最终的目的 他能掌握自己命运最重要的钥匙到手 在得知雷杰普试图毒杀皇帝后 术索他的杰诺梅文斯气冲冲过来质问道 这种事情为什么不事先和我商量一下 这么草率的事情您怎么救 还不待他话说完 雷杰普骑着马撞倒了杰诺梅文斯 然后一脸冷静地说道 皇帝又没死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这句话让杰诺更加愤怒 这个愚蠢的皇子 明明闯下这么大火 反而还如此理智气准 杰诺梅文斯继续质问道 雷杰普皇子殿下 您知道卡依娜公主替陛下将茶喝了下去吗 这都是您一步行地造成的结果 等我成为宰相之后 再去杀皇帝也不迟 雷杰普淡漠地看着他 杰诺梅文斯一直将雷杰普当作是一个傀儡 他只想让梅文斯家族成为帝国的新主 然而这一切幻想终将落空 雷杰普哈哈大笑并说道 我的皇杰已经得到了宰相之权 真遗憾了 毕竟我也对你抱有很大期待 听说这是一度生命垂危的陛下的意思 杰诺心中充满疑问 皇帝为什么会突然做出这种决定 他紧紧抓住雷杰普慌张地说道 那现在可不是安然自得的时候 卡依娜公主还不带杰诺话说完 雷杰普抓着杰诺的手腕问道 皇杰怎么了 这让杰诺有些猛低 这家伙到底在搞什么 这个混蛋为什么这么冷静 这要是平时他肯定早就闹翻天了 这还是我认识的雷杰普皇子吗 雷杰普转身称赞道 皇杰果然了不起 他连皇帝的茶里掺了什么都不知道 就敢替皇帝喝下去 这种事你和我联想都不敢想 然后拍了拍杰诺的肩膀说道 被皇杰抢了位置你很气馁 你在家把劲吧 此时杰诺心中很无语 这个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紧口 另外一边公主府内 卡依娜在得到实权之后 并没有得意忘心 因为今后投向公主府的视线和关注指挥更远 而现在卡依娜并没有保护死 实权之下没有力量 这样迟早会被别人吞下 现在距离博物会议还有一周 梅文斯家族肯定会笼络领主来对我施压 毕竟他们企图让杰诺梅文斯成为宰相的计划出了差势 卡依娜自言自语道 要是我也有可靠的友军就好了 这时女仆提议的 要不您向埃文公爵大人求助 卡依娜想到了之前埃文向他表示忠诚的话 让我随时利用他 一想到那晚的事情 卡依娜的脸立刻变得痛苦 其实卡依娜不想一直给他添麻烦 就在这时 一位女仆推开门慌张地说道 公主殿下 雷杰普皇子殿下现在正朝公主府而来 上一集我们说到 卡依娜在得到宰相权力后 正在考虑要不要将埃文拉进自己阵面 此时雷杰普突然来访 卡依娜很清楚她的来意 自从卡依娜重生再次回到这个世界时 尽管知道是雷杰普不害了自己 却也只是对她心生怜悯 卡依娜以为自己能够原谅她 因为她是自己的弟子 也是唯一的家人 当然这些都是卡依娜自以为的 雷杰普捧着一束白色玫瑰温柔的笑容 黄杰普我们真是许久未见了 但是雷杰普所做的一切 让卡依娜无法再去理解和原谅 卡依娜面带微笑回应了 这段时间你过得还好吧 我听说你最近很忙 来我这里有什么事情吗 雷杰普打句道 黄杰这话太让人伤心了 就算我在忙 能有你忙吗 你这一回宫就得到了宰相之群 卡依娜淡淡地回道 你不也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吗 雷杰普平静地说道 可我不这样想 倘若你真当上宰相 守护在我身边的话 没有比这更踏实的事情 见卡依娜没有回应 雷杰普继续说道 其实我前几天收到了一封信 我觉得应该把她亲自交给你 这封信的主人就是黄杰的如母埃利班夫人 据说她是进宫前一晚在府中自尽的 真是令人惋惜啊 是她放弃了本部属于她的位置 这又能怎么办吗 卡依娜此时已经无法冷静 因为自己的如母埃利班夫人 就是被雷杰普所爱 她用力地摊开雷杰普 抚摸自己头发的时候 然而由于力气太大 导致将花瓶也打翻在地 割破了自己纤细的手腕 看着血流不止的黄杰 雷杰普单膝下跪 眼神温柔地说道 不如我将原意试埋在花坛里吧 或者将黄杰试女的眼睛弄下比较好 卡依娜发现自己根本无法理解雷杰普 她平静了一下情绪说道 我不想制造混乱 你能理解吧 雷杰普点了点头表示我明白 我都听黄杰的 待雷杰普走后 女仆奥利维亚走了进来 刚想去教育医 卡依娜阻止了她并说道 你现在去给哈梅尔伯爵传话 告诉凯特林 我今晚有紧急的事情 奥利维亚担忧地说道 晚上赶夜路会有危险 要不您干脆明天一早再出发吧 卡依娜神情紧张 晚一天都不行 我必须瞒着所有人走这一趟 以后我身边的视线会越来越多 如果我白天过去 肯定会被人抓住拔笔 所以我绝对不能错过今晚 上一集我们说到 雷杰普夜坊公主府 将卡依娜如母去世的消息告知 这让卡依娜认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为了自保 卡依娜和奥利维亚在夜晚 就坐着马车去了伯爵府 奥利维亚一边帮卡依娜包扎一边说 真是一个寂静的夜晚 然而皇宫应该是另一副景象 卡依娜附和道 如今那里比任何时候都要认 由于权力版图突然改变 其余人肯定会四处奔走 安稳以前去讨伐海姆贝的野猫 而伊斯特大公子 应该正忙着抹除非法火药库留下的 卡依娜一脸愧疚地说道 谢谢你奥利维亚 总是能什么都不问 只是默默追随于我 奥利维亚微笑着回答 我是您的人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卡依娜来到伯爵府后 哈梅尔前来迎接 卡梅尔淡淡地说道 其实我正等着您联系我 毕竟我对按照您的意思 成为我们家人的 凯特林小姐和伊德尔很是好奇 卡依娜下意识地环顾四周 看来这对母子过得比以前要好多 哈梅尔倾刻一声后继续说道 不知为了 我心里怪激动 您两位先后来访 让我甚是欢喜啊 国爵家已经许久没有一次性 接待好几位年轻客人 基德雷公爵大人和伊德尔 都在等着您吗 见到眼前的场景 卡依娜惊乐道 这是什么情况 这气氛又是怎么回事 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这一笑让卡依娜心跳加快 还不带基德雷说话 一旁的伊德尔冲了出去兴奋的喊 卡依娜姐姐 你终于来了 卡依娜笑着抚摸伊德尔的头发说道 好久不见 你都长这么高了呀 伊德尔委屈巴巴地说道 你不知道我今天一整天等你等的 就在这时 基德雷将披风盖在伊德尔的头上 然后亲吻卡依娜的手 埃伦拜见公主殿下 您不觉得我有什么变化吗 肯定是有不同之处的 您仔细看看 基德雷不断说着自己发型的改变 卡依娜有些惊讶 她又不是小孩子 怎么还说这些幼稚的话 伊德尔听不下去 直接踩了基德雷一脚 面对基德雷阴森恐怖的眼神 伊德尔选择无视 真是抱歉 你该不会以为我是故意的吗 卡依娜看着两人的斗争 忍不住笑出了声音 两人同时回头看向卡依娜 卡依娜对自己的失态表示抱歉 但依旧笑盈盈地说道 都怪你们两个太像傻瓜 伊德尔和基德雷听着卡依娜的评价 顿时有些惊慌失措 但是在卡依娜眼里 这些都是珍贵无比的日常 尽管自己的心脏被冰封 但每当察觉基德雷在身边 就会不知不觉变成普通人一样快乐 此时卡依娜开口说道 我先去见凯特林了 至于我在这里偶遇你一事 我以后再单独听你解释 埃文基德雷公爵 随后手指在埃文的手掌轻轻滑动 然后转身离去 卡依娜每次背对埃文时 心里总是不禁问自己 我能骗她到什么时候吗 我真的可以这样欺骗她吗 上一集我们说到 卡依娜来到伯爵府 却意外遇到了基德雷公爵 但是也没有问她来此地的目的 待卡依娜谈完事出来已经拜念 她本想悄悄地回去 没想到基德雷在外手里 基德雷开口问道 公主殿下事情谈得还顺利呢 卡依娜惊讶地问道 这不是重点子 你该不会为了我一直等到现在吗 基德雷公爵解释道 您是其中一个原因 不过也有伊德尔坚持说要等您的人 伊德尔为了等卡依娜 强忍着睡意 并且喃喃自语道 我绝对不会把姐姐交给那个像狼一样的讲 基德雷笑了笑说道 我给你讲一件能让你睡意全无的事情 关于我想要见你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卡依娜有些好奇基德雷交给伊德尔什么东西 但是基德雷表示这是属于他们两个的秘密 随后问道 公主殿下您得到想要的吗 卡依娜思考片刻后说道 我骗你也没有什么意义 我这次来是想拜托凯特林做我的年长 卡依娜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雷杰骨把如母的复告告诉她 就是为了让躲地夫人入宫 借此来完美的掌控并监视卡依娜的一切 虽然对于把凯特林拉入局一时 卡依娜有些抱歉 但是想要阻止雷杰骨 她只能这么做 毕竟有东西想要守护的人是最强 卡依娜轻咬了一下嘴唇让自己清醒 现在可不是犹豫的事 我可没那份嫌弃 可是下一刻基德雷亲完卡依娜的时候说道 您不用太担心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都会守护你的 卡依娜内心有些愧疚 但还是勉强微笑说道 有你这番话 我心里他是多了 虽说你需要向我解释的事情不止一两件 但我必须要在天亮前回光 所以你就下次 看着基德雷挤钉自己 卡依娜问道 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 基德雷一脸无辜地解释道 请您恕罪 您看起来很疲惫 我在想您的身体是否不一样 卡依娜害羞地撇过脸 我没事 比起这个 你那样盯着我看有点 看着卡依娜脸红的表情 基德雷忍不住握住了她的手 然后轻轻地吻了上去 一步一步地吻到了手腕 面对卡依娜的惊慌失措 基德雷说道 您要是不行 就把我推开 您可以随时让我住手 见卡依娜没有阻止 基德雷稳住她的脖隔 咬起了她的秀发 感受着基德雷滚胖的呼吸 卡依娜心跳加快 离得这么近都能听到艾文的心声 基德雷抬起卡依娜的下额 然后吻了下去 感受着嘴唇上传来的瘟 卡依娜本想说这样不行 可是她没有办法推开基德雷 但是也不想看到她受伤 我真想就忘掉这一切 不管是过去还是前世的种族 我都想忘记 从而获得自由 要是时间能干脆停在这一刻就好了 就在卡依娜与艾文的暧昧气氛 达到顶峰时 卡依娜害羞地说道 艾文其实我也从很早之前就对你 可是话还没说完 卡依娜发现艾文竟然一动不动 不论怎么呼喊 都无动于衷 卡依娜看了看周围 发现除了自己以外的一切事 世间的一切都暂停 从刚才开始 不管是温暖的呼吸 柔和的心跳 还是若隐若现的重名声 卡依娜都感觉不到 从只有她是正常的来看 她知道这是自己造成 难道当初自己获得的力量 并不是单纯的念力魔法 此时一只黑猫出现在树上 我就知道会这样 我察觉到不稳定的魔力了 所以便过来看看 结果真的印证了我的猜想 卡依娜认出了这只黑猫的声音 那就是大魔法师巴耶 巴耶淡淡地说道 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 你看起来似乎有很多疑问 但是时间不多了 就让我简单给你解释一下 我说过魔法技能 会随着低约者的特性发生代理 虽然我不知道 你曾经度过了怎样的人生 但我给你的能力 好像比我想象中的更危险 你所拥有的是控制时空的魔法 卡依娜这才知道 原来只有我想 就可以让时间停止 巴耶伸展一下说道 尽管你无法让时光倒流 或窥探位 但让时间静止 还是能随意使用的 你以为的念魔 实际上就是自由剪切 并操控时光的力量 这就相当于 你以一个人类的身体 获得了能与神对抗的力量 卡依娜看着静止的 艾文感叹道 好厉害呀 我为什么没能早早发现 只要有这个能力 就没有我做不了的事情 无论与什么势力为敌 都能让我占据优势的绝对力量 就在卡依娜沾沾自喜的时候 巴耶打断道 虽然这话很杀风景 但我现在要向你解释 为什么时间不多 下一刻卡依娜考读鲜血 刺青和剧痛蔓延了全身 巴耶继续说道 这个魔法十分不服 不是以人类之躯可以驾驭 即便你付出再多的寿命 它也不是能存在于世间的力量 既然你与黑色园林签订了契约 那必然要付出代价 倘若你无法吸得控制魔法的方式 别说一年了 你甚至连一个月都撑不下去 毕竟仅仅是维持这个状态 都会让你折手 巴耶轻轻服卡依娜说道 我只会帮你这一次 再有下一次 我也无能为力了 卡依娜缓缓睁开眼 巴耶的声音环绕在耳边 卡依娜公主 你要记住 如果你想实现怨务 那么不到万不得已之时 你绝不能用此力 卡依娜起身笑话 原来这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反倒涂增了风险 随后卡依娜轻抚艾文的脸 眼泪止不住地落下 艾文对不起 我怎么就把你拽入了 这泥泥的命运之中呢 如今我也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 卡依娜为了能与艾文多待一会 享受这片刻的安宁 这强烈的意愿 让她魔力失控险些丧门 还好巴耶在场 但是也只能救助卡依娜这一次 夜深了 卡依娜依旧在忙碌 奥利维亚担心到 从哈梅尔国军府回来后 宁一刻也没有休息 哪怕是闭上眼稍微休息一会 卡依娜翻动的书本打断道 我没事 距离国务会议还剩下不到两天的时间 我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 但是卡依娜思绪早已不在 她回想起昨晚因为太过慌张 连艾文的神情都没有看清楚 她是被吓到了吗 卡依娜感觉不能告诉她的事情越来越多 她的思考变慢了 渐渐地因为身心疲惫打起了瞌睡 此时脑海中闪过雷杰普的话 她不明白雷杰普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值得 在上一世 她反而对我毫不关心 我们之间也没有丝毫的解敌之情 也正因如此 她才会那样残忍地将我抛弃了 令人不解的是 父皇为何会那般讨厌雷杰普 我好像遗漏了什么 难道还有我未曾想起的记忆吗 她想知道雷杰普到底想要什么 可是下一刻睁眼醒了 刚想打开书本继续翻阅资料 却发现是一幅图画本 里面画着自己喜欢的卡通人物 此时的卡依娜才知道自己已经来到了梦中 这段记忆正是卡依娜的如母埃利班夫人 刚刚离开皇宫 自己独自留在宫中的那段日子 卡依娜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走了 恰巧此时一阵强风吹来 勉强睁开眼后 却看到雷杰普站在阳台边缘 看着满是伤痕的雷杰普 在窗台边缘来回晃你 卡依娜的下意识地喊了出来 雷杰普不可以 你这是在做什么 随后从背后紧紧抱住雷杰普 将他救了回来 卡依娜一边大喘气一边气愤地说道 你站在那么高的地方多危险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做这种事 脱口而出的话语以及这熟悉的场景 让卡依娜愣住 这场景好像在哪里见过 雷杰普冷漠地抬起 卡依娜黄姐 我才应该问你怎么这时候还在外面乱舞 平时你不是待在房间看幼稚的图画书吗 面对雷杰普的嘲笑 卡依娜攥紧自己的小拳头反击倒 本逢公主才不幼稚 看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雷杰普 卡依娜非常肯定 这一定就是自己遗忘的过去的情 不过雷杰普的身上原本就有这么多伤口 具体原因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卡依娜为了在国务会议上站稳脚跟 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务 但令卡依娜没想到的却是艾文的出息 另外一边 国务会议上各位大臣还在讨论卡依娜 看来陛下将公主任命为代理人的消息是真的 陛下到底是怎么想的 此时德比斯宰相不屑地说道 等着看吧 今天之后殿下应该也能感觉到 内宫里的不过是些后宅之事 而这里可是治理国家的庄重之地 能是一介入女子能随便踏入的 另外两位大臣开始点头覆盖 说得对 我们绝对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一旁的杰诺梅文斯则在想着如何让卡依娜出击 今天可是彰显梅文斯家族影响力的绝佳机会 毕竟没有支持势力的卡依娜公主甚至都无权反 此时会议上又有人嘲笑卡依娜 公主到现在都没有现实 估计她从一大早开始就忙着梳妆打了 莫非她想在会场上跳法兰斯呢 就在这时卡依娜走了进来 看来大家都暗示到了 各位在聊什么聊得那么开心呢 看着卡依娜身旁的陪庭人员 杰诺梅文斯有些震惊 为什么基德雷公爵会护送公主 其实在卡依娜公主打算前往博物会议时 艾文就坐着马车来到了公主府 卡依娜第一眼看到艾文的时候 她也很惊妙 艾文缓缓走到卡依娜面前说道 公主殿下 我亲自会送您去会场 卡依娜轻轻打了艾文一下 随后说道 你怎么会过来 除了我的侍女们 没有人知道我的出行事件 艾文故作神秘并没有说出 至于她为什么会知道 当然是因为在卡依娜身边安插了自己的眼界 艾文沉默片刻后认真地说道 您曾说过会登上皇位 因此我不过是认为现在是最合适的时间罢 然后楚楚可怜地看着卡依娜说道 应该不会想让我回去吧 即便我是专程为您而来 思绪拉回现实 尽管有些地方卡依娜感觉不对劲 但现在还是睁一眼闭一只眼吧 会议正式开始后 德比斯宰相站起来说道 这是今天的一个紧急提案 各大领主要求对中央军队的预算重新进行讨论 大多数领主都认为如今又不是战争时期 中央军队的管理费用实在太过庞大 还不带话说完 一旁的杰德骑士团长就站起来破口大骂 此时德比斯宰相冷笑道 请你冷静点 我不过是说预算不够 因此需要做一下调整吧 你的反应有必要这么大 杰德愤怒地抓住他的衣领 你这个毫无责任感的家伙 我看你是在书桌前坐太久 所以才说这种蠢话吧 凯依娜有些无奈地看着两人的争吵 这就是国务会议吗 吵个不停 还拳脚相加 是到最后谁声音大谁就是赢家吗 此时的艾伦看见凯依娜皱眉的表情 当即拔出剑问他 您没事吧 要我把这里的人都解决掉了 凯依娜劝他冷静一些 有时候真分不清 他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 随后凯依娜的视线 还是被争吵得两人吸 看着喋喋不休也说不出个所以 凯依娜猛地拍了一下桌子 我真是越听越无语 我很好奇各位在地下面前也这样 中央军队作为守护帕亚帝国的保冷 可你却说舍不得向中央军队上讲那些睡惊 之后凯依娜会如何化解这场危机 是否会重新拿回属于自己的话语权 让我们下集再见 凯依娜竟然成功扭转局势 在国务会议上夺得话语权 上回我们说道 凯依娜打断了杰德骑士团长和宰相的争吵 此时杰诺梅文斯情绪激动地站起来说道 您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其他人也附和着议论起来 指责公主殿下说话有些过分 然而凯依娜淡淡一笑说道 各位冷静 我说这番话 不过是因为有几点实在让我难以理解 德比锡宰相不解地问道 不知殿下能否说说看是哪些问题 见到宰相主动服务 凯依娜心里也如是众所 毕竟中央的权力来源于领主们的支持 在场这些人看似忠诚 但如果权力和利益得不到保障就会立刻离开 那样一来国家的地位和自己的计划都岌岌可危 随后凯依娜将一纸文件放到桌子上 当然得说了 毕竟我来这里也不是为了和各位闲谈 我观察了一下首都最近的情况 发现近期首都的人口涨了三倍 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此前长期折磨百姓的意义 逐渐得到了平息 此时杰诺梅文斯抢过话语说道 要说这件事德比锡宰相可是大功臣 毕竟这都多亏了宰相重新整治了下首都 但凯依娜根本不接话场 随后冷冷地回怼道 我并不是想要称赞这件事做得好 如今的问题是 城市没有得到任何的开发 但是人口却在不断增加 由于房价暴涨 无处可去的人们建立了棚户区 还经常做些不法勾当 您说是吗 杰德骑士团子团长 杰德肯定道您说的没错 尤其是近五年来 首都的治安急剧恶化 杰诺梅文斯看着凯依娜侃侃而谈的模样 心里很是震惊 一个整日待在皇宫的丫头怎么可能知道这些 随后开口说道 治理国家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 相关的对策我们慢慢商讨 凯依娜轻蔑地笑了笑 可这五年来不是什么都没改变吗 杰诺梅文斯皱眉地问道 那你有什么对策吗 凯依娜成功反科为主 让自己占据了主动群 随后拿出自己的方案 我也考虑过 什么是能让人都得偿所愿的绝佳之策 杰诺梅文斯依旧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认为凯依娜不可能会想出那样的办法 凯依娜自信满满地说道 派出中央军队 率领民众土地开肯事业 然后提供给他们在新城市的住所 来代替支付的薪酬 这应该很有吸引力吧 这样一来不仅能让军队得以维持 对于维护首都治安之势 也将颇有帮助 杰诺梅文斯看着卡依娜这近似完美的方式 恨得牙痒痒 按照计划 今天本应该在这里让所有人都看到 公主没有当宰相的资质 她想不明白事情为什么变成这样 在国务会议结束后 杰诺梅文斯愤怒地抓住卡依娜的手腕说道 您到底在做什么 卡依娜耸耸了耸肩说道 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刚才在会场你一直都在动 你到底为什么这么生气 这句话让杰诺梅文斯更加恼懋 您别再装算了 您以为我不知道您在打什么主意吗 别人就算了 我可不会被您骗了 您觉得我会不知道您在基于正式继承人之位吗 杰诺梅文斯情绪如此激动 也是害怕公主殿下的势力逐渐壮大 那样就会让雷杰普在继承人之争中 处无不利的位置 所以他必须要斩草除根 随后威胁卡依娜说道 我劝你小心为上 如果雷杰普皇子知道此事 还不待他话说完 卡依娜哈哈大笑 我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以你现在的处境适合说这种话吗 就在此时雷杰普恰巧出现在卡依娜身后不远处 卡依娜继续说道 话说我还挺好奇的 如果雷杰普知道 隐亨伯顿吉利安入局 指使他绑架的人是你杰诺梅文斯 会有什么反应呢 雷杰普听得非常清楚 他完全呆愣在了原地 对于解控的雷杰普 他接下来又会做出什么呢 在国务会议结束后 杰诺梅文斯家族几乎在刹那间就倒了他 女仆开口说道 公主殿下您听说了吗 对梅文斯家族的大规模扣押搜查已经开始了 听说罪名是涉嫌种植和非法流通违禁草药 卡依娜对这个结果丝毫不惊讶 只是没想到事情发展得这么快 看来那人迫不及待地将情报透露给了大公子 谁说忠犬不会被判主 种植违禁草药可是重座 别说是和梅文斯家族携手同心的德利西在心 就连皇室成员都顾不冷 女仆叹气说道 皇子殿下应该会很挫通 卡依娜愣了一下 昨天特意让雷杰谷听到那些话 然后意味深长地说道 他应该再会忙着处理另外一件事 话说怎么不见朱利亚的踪影 你去找找他 如果打听到他的去处一定要告诉他 另外一边朱利亚乔装打败你 来到了破旧的酒馆 而此时杰诺梅文斯就藏在这里 朱利亚大声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会在这种地 杰诺梅文斯不耐烦地说道 你小声一笔 你把我要来的东西带来了吗 朱利亚犹豫骗客后 拿出了一袋金币 杰诺梅文斯立刻就抢不过去 随后有些亮相的起身 朱利亚担忧地问道 你要用这些钱做什么 我很担心 拜托你也解释给我听吧 然而换来的却是杰诺的一巴掌 杰诺梅文斯不屑地开口 你一个黄毛丫头 竟然想插手家族的大事 别让我再看见你在我面前这么不知分子 毕竟你只适合像以前一样 追着男人的屁股 杰诺梅文斯钻井手中的金钱 他实在想不明白事情 为何变得这么糟糕 围禁草药农庄 不可能那么轻易就被发现 难道这一切也全是 卡依娜公主的寂寞吗 此时杰诺梅文斯来到一个地下房间 其中有个黑衣人埋怨的 你来晚了 杰诺梅文斯叹气的 谁让你们把我叫来这种地理 黑衣人淡淡地说道 我也没办法 毕竟如今的巷子里 处处都是正在找你的视频 杰诺梅文斯听到这里就气不打击出来 这全都拜卡依娜所言 愚蠢的雷杰普王子 他那个可恶的黄杰几句话 就让他晕头撞下 简直气得我牙痒痒 随后将金钱扔给了非衣人 然后面目猙獰地说道 我只让你帮我办一件事 那就是杀掉卡依娜公主 你要尽可能地让他感到痛苦 把他弄得连长相都令人辨认不住 然后将他埋进下水道 让他永远消失在我面前 杰诺话刚说完 就被另外一个非衣人 从背后捂住了 乔装打扮的雷杰普 摘下了脑子愤怒地说道 我真是听不下去 杰诺睿睁大了眼睛 在昏迷的最后一刻 也无法相信雷杰普王子竟然在这里 解控雷杰普再次发力 杰诺会受到什么惩罚呢 上一集我们说到 雷杰普为了教训 对自己黄杰有敌意的杰诺梅文斯 特意降低身份来到地窖与他见面 在将杰诺梅文斯弄晕之后 带到了偏僻的小树林里 杰诺梅文斯强撑着身体想要站起来 然后就感觉自己的脚碰到了什么东西 随后就看到 亨国顿吉利安竟然躺在血泊之中 杰诺非常惊恐 难道他已经死了吗 就在这时雷杰普气冲冲地走过来说道 你现在才醒过来吗 我刚才还在想 你要是就这样分死过去 那该怎么办呢 毕竟我想亲自和你道别了 随后雷杰普狠狠抓起杰诺的衣领 杰诺梅文斯当即下跪求饶道 您究竟为何要这样日子 雷杰普一位深长地笑着说道 你没认出躺在你旁边的那个男人了 你们可是就相识啊 一个本该待在不见天日的地下监狱里等死的家务 却被你利用职权让他入宫 你不仅企图借他之手绑架黄姐 甚至还想对黄姐下毒神 杰诺强壮镇定说道 您在说什么呀 这绝对不是事实 雷杰普狠狠地抓住他的脖子说道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吧 我最讨厌的就是不知分寸的家务 就凭你也敢伤害我的人 杰诺梅文斯此刻终于意识到雷杰普根本就是个疯子 他这是想将自己置于死 随后颤抖着捡起了地上的石头 然后猛地砸向了他的头部 你到现在都还不明白吗 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除了我 还有谁会扶持你这样的混蛋登上单位 还不带话说完 雷杰普一枪打在了杰诺梅文斯的腿上 然后嘲讽地说道 你那难能可贵的忠心真让人敢 你想说的就只有这些吗 杰诺梅文斯癫狂地笑了起 你这个疯子 收起你那副姐弟情深的样子 你和亨伯顿吉利安就是同一种 其实你也只是想将那个女人占为己有罢 应该知分寸的侍女才对 想必凯伊娜公主也是那样想 让人恶心的血统不纯的皇子 像你这样的人绝对无法拥有那个女人 随后砰的一声 雷杰普终结了杰诺的声音 然后喃喃自语 你明明什么都不知道 还在那里胡说八道 我和你们绝对不一 但实际上血统一事正刺中了雷杰普的药 他在童年时期曾经渴望得到父爱 可父亲却在半夜坐到他床边 狠狠地掐着他的脖子 嘴里恶狠狠地说道 像你这样的家伙就应该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基德雷公爵府内 伊德尔带着一把剑前来拜托 面对士兵的热情招待 伊德尔冷冷地说道 你直接叫我名字就可以 哈梅尔这个姓氏让我很不舒服 随后自顾自地坐了下来 士兵虽然有些气负 但又无可闷 不过仔细一看 伊德尔和卡伊娜公主长得挺像 兴许他的血统反而比雷结果皇子更纯正 此时基德雷正好听到两人的谈话 随后教训道 你这话说得太荒谬了 在别人面前 你要慎言那哈梅尔少女 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快来找我 这样是不是就代表你接受了我 伊德尔犹豫片刻说道 你只不过是向我提议要做我的老师 有必要留下这么贵重的脸 我仔细看了看 这把剑上面刻着皇族的文样 基德雷淡淡地说道 那不是我偷来的 你放心 他是我先祖在很久以前从皇族那里得来的 伊德尔认真地说道 我不是来说这个的 我不是傻瓜 还没蠢到理解不了你提议的声音 随后郑重地拔出了剑 眼神坚毅地说道 这次换我拜托你 请你帮我成为皇位继承人 做我的老师吧 基德雷承诺不如 卡伊娜公主曾经当着他的面说过要当皇 基德雷知道卡伊娜并非是对权力的贪忍 一定是有更深一层的原因 把伊德尔培养成皇位继承人 也许并不是公主殿下想看到的 不过哪怕一次 如果他的心动有了 我想让他能随时自由地抽身离开 只要是对公主殿下有好处的事 我都会不惜一切代价做到 随后开口问道 即便是我也没关系 我还以为你讨厌我 还不带话说完 伊德尔抢着说道 我就是讨厌你 但是有人告诉我 为了能靠自己的力量保护家人 向别人求助不是一件值得羞愧的事 伊德尔丹西下跪继续说道 只要能让我变强 我做什么都行 所以请你帮帮我吧 基德雷笑了笑 然而摸了摸伊德尔的头发说道 其实很不错嘛 那不如就让我来教教你 正面对抗首都那群怪物的大伙 这和学院里的课程可不太严 而且我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老师 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 雷杰普在解决完杰诺梅伦斯后 当天夜里返回了皇子府 此时一位黑衣人汇报 皇子殿下 关于暗杀埃利班夫人时出现的那一男性 属下已经查明其身份 他们是公主殿下和基德雷公主 雷杰普听完这则消息后 望着月亮发呆虚急 想起之前卡伊娜皇姐那么抵触自己 随后喃喃自语地说道 这样啊 原来不过是出于那样的理由 卡伊娜皇姐 这次你应该不会像那天一样 在抛下我独自离开了 在雷杰普12岁时 他正在决斗场 以一名成年骑士战斗 雷杰普成功抓住对方的破绽 一个上条击倒了男人 此时雷杰普满脸怨了 他将对父亲的不满 都发泄到了男人身上 当即毫不犹豫地举起 不顾对方的囚饶直接砍过去 周围的人没有一个赶上前阻止 就在雷杰普下杀心的那一刻 卡伊娜微笑着向他走 你还在训练吗 雷杰普回头一看 发现是卡伊娜皇姐 立刻扔掉了佩剑跟上了卡伊娜 一旁的侍女怯怯思语道 看到了吗 就在刚才她还是一副 要杀人的模样 看来雷杰普只会对公主殿下特殊对比 雷杰普开口问道 皇姐你的篮子里装的是什么呀 卡伊娜笑着回道 这个是我今天在厨房偷偷做的 因为量比较多 所以一个人根本吃不了 你要尝尝吗 虽然有些不勤劣 但身体还是很老实的吃完 随后雷杰普开口说道 以后这种事还是吩咐侍女去做 这种事不适合你 卡伊娜沉默片刻后说道 你和朵地夫人说了同样的词 朵地夫人说我作为公主只有一个义务 就是变得比现在更年 除此之外我什么都不用做 皇宫里真是太闷了 雷杰普听到这话 急忙握住卡伊娜黄姐的手 然后神情认真的说道 黄姐你不用担心 等我当上皇帝 我一定会让你成为这世上最幸福的人 然而就在第二天 皇子府里来了许多皇家骑士 这些人将雷杰普团团团为主 要强制带他离开 随后向他解释道 与您来往甚密的杰拉什家族 和克林家族的少爷们图谋造反 因此这两个家族的财产被没收 相关人员已经全都在被押送入狱的路上 雷杰普无法相信 喃喃自语道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一定是哪里搞错了 然而一旁的士兵看向他的眼神里 随后继续出口命令道 将他带走 这时的雷杰普也意识到 是父皇策划了这件事 卡伊娜黄姐怎么样 难道像我一样被押送走 雷杰普急忙问道 黄姐在哪里 拜托你们带我去见黄姐 还不但话说完 一旁的士兵就敲晕了雷杰普 士兵长言辞命令道 从此刻起 直到皇帝陛下下令起 任何人都不能接近雷杰普皇子 就算是卡伊娜公主也不例外 公辟弟弟竟然迷上了自己的亲姐姐 然而他的父亲 却无法容忍血统的重点 三番两次地想要将他置于死地 雷杰普被士兵们敲晕后 带到了一个小屋 此时几位高大的男人 来到雷杰普面前 雷杰普不抱希望地问了一句 陛下没说什么别的话吗 我什么时候能离开这里 雷杰普看见了那两个人眼神的交流 就在其中一名男人准备拔箭时 雷杰普快速向前一刀 捅在了男人的腰子上 剧烈的疼痛让男人大叫了起来 这突然起来的举动 让其他两名纷纷厚痛 雷杰普嘴里嘟嚷着 你们就只会像鹦鹉一样 不停地重复这一句话 我要听这句话到什么时候 忍无可忍的雷杰普拿起碎锅里 就冲向了两人 经过一番激烈的打斗 雷杰普将所有人都制服 他用剑抵住男人的脖子 不耐烦地问他 你们来这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然而男人不怒反笑 您不是已经知道了吗 我们不过是奉命行事 来处置没用的东西吧 雷杰普听完后崩溃的哈哈大声 原来父皇是真的希望自己死去 不管自己如何努力都是徒劳的 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 不过是浪费时间罢 随后他小声嘀咕的 我是绝对不会让父皇得偿所愿的 我要活下来 我一定要活下去成为皇帝 总有一天 我要让那个人死在我手里 处置完几人的雷杰普 向着公主府一路狂奔 他时刻都挂念着凯伊娜皇姐的安危 然而映入眼灵的 却是凯伊娜与基德雷在一起的画面 他没有立刻上去质问 基德雷开口问道 雷杰普皇子殿下在哪里呢 凯伊娜耸了耸肩无奈地说道 我不知道 他突然一声不吭地就消失了 父皇又什么都不肯告诉 为什么我总是一个人 到头来所有人都会离我们去 听到此话的雷杰普 只能在内心默默地呐喊 凯伊娜皇姐 我没走 我就在这里 此时凯伊娜突然拉住了基德雷的衣角 呼呼哀求道 你要不要和我结婚 然后做皇帝 我会让你坐上皇位的 倘若我去求父皇 他一定会答应你 不过前提条件是 你要一直留在我身边 我不需要别死 你如果可以一辈子陪在我身边 那我也会永远爱你一个人 痛 太痛了 雷杰普的心碎了 思绪拉回现实 为了不再让卡伊娜 皇姐孤单意 雷杰普想要独占卡伊娜业 他只能属于自己 曾经互相利用的两个 终于在此刻表明心意 卡伊娜主动邀请艾文来公主府命 并且特意准备了一艘小团 艾文深情地看着卡伊娜 是我太久没见你了吗 我很想你 卡伊娜的脸瞬间就红了起 随后冷静地说道 现在可不是我们有说有笑的时候 昨晚雷杰普去见了海英里希大公子 卡伊娜没想到雷杰普 竟然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长期处于敌对的两个人联手 想必就是为了扳倒我 那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除掉我的帮手 而艾文的想法和卡伊娜如出一尊 艾文毛色顿开地说道 难怪我最近接二连三地遇到 好几骑马车事故 这应该是对我的一种警告吧 卡伊娜关心地问道 你有没有哪里受伤呀 艾文淡淡地说道 我没事 如果说那是警告 那他们的手段倒是挺可爱 卡伊娜害怕艾文有威胁 还是忍不住地再次劝说道 大公子是个比你想象中还要威胁的 下次估计不是毁掉一辆马车就能收场 我真的不希望你深陷险情 艾文轻抚卡伊娜的脸庞说道 公主殿下 至少这件事情您答应 不要让您的见埋没 我什么都不怕 于我而言 只有护宁周全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卡伊娜闭上双眼 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 随后将一枚胸针递给了艾文 我不会放任你那样 这次换我来守护你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都一定会保护你 因为对我来说 你是非常珍贵的存在 这个东西你要随身携带 它肯定会帮助你 艾文将这枚胸针紧紧钻子 回想起刚才卡伊娜坚定的眼神 艾文终于知道 曾经对别人毫不关心且冷漠的自己 为什么会爱上她 因为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 只要被这双眼睛坚定地看着 我连自己是谁都会忘得一干二几 我到底该怎么做呢 我明明知道这样的想法得不到宽恕 也很清楚她最害怕什么 然而为了她 我还是可以献出生命 看着抱住自己的艾文 卡伊娜轻声唤道 艾文你怎么了 艾文温柔地说道 您不用担心 就算在梦里 我也绝不会放开你 此时树上一只庸矮的猫 正在紧紧盯着两人 原来在这里 真是荒唐啊 看来巴耶对那个人泪下了红水 她果然没让我失望 最后出现的这个人究竟是谁 让我们下期再见